喜欢看完结文的宝子们 紧张又刺激的末世文来咯 点赞的宝子 报受报复报好运 评论的宝子 有空间得益能哦 陶陶提醒您 连好WiFi 盖好被子 我们的末世之旅马上开始 一开始 所有人都以为那天下的 只不过是在平常不过的雨罢了 直到淡黄色的烟雾骤然升起 直到钢筋与水泥的城市 犹如海绵般坑坑洼洼洼 直到走在街上的路人 发出嘶哑又气烈的惨叫 直到全世界都在字字作响 人们才意识到 世界末日可能真的来了 只是大家都没想到 这一天来的如此 突然又悄无声息 带有强烈腐蚀性的雨点 无差别的吞噬着这世间的一切 不仅仅是腐蚀 还有腐蚀过后产生的淡黄色烟雾 这种烟雾带有剧毒 沾染即死 一场短暂的时雨过后 通讯 电力 燃气 自来水 全部失效 幸存的人们不得不考虑 寻找新的庇护所 城市之中的庇护所首选 是人房地下室 随着幸存者的大量涌入 偷窃 抢夺 斗殴 甚至是杀人频繁发生 为了活下去 我的父母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我冲出了人满为患的人房地下室 幸运的是 外界已经好几天没有下过雨了 但黄色的毒雾 此刻也消散得所生无几 我爸带着我和我妈四处躲藏 尽管此刻外界 已是一幅萧条颓败的景象 四处看不到半点人影 大量的建筑被腐蚀的 只剩残垣断壁 原本避遇匆匆的树木 此刻也成了焦炭 大马路变得坑坑洼洼 老爸说 不要去碰那些小水坑 我们赶路也尽量地避开 那些可能积水的地方 老刘 你看 我妈突然指着远处 一所破烂不堪的房屋说道 我和我爸定睛看去 却见房屋内挤满了人 或者说是人的残骸 原本红色的血肉 此刻也是变得焦黑的 仿佛火灾中 未能及时逃生的人一般 但不同的是 这些残骸不似烤焦一般 老爸仍然被吓到呕吐不止 我和老爸担着他 又沿着马路走了两个小时 才看看走出城区 我们累了 就找一个还算完整的建筑 进去对付一下 饥渴了 还得听天由命 看能不能从一些房屋里 找到一些吃的喝的 老爸的眼光到底是老辣 他凭借着记忆 带我们去到一个大市场里 找到了一辆半新的拉货板车 然后在市场里搜刮了不少物资 有桶装水 也有一些干粮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 就拉着板车 慢慢往前方位置的方向 继续赶路 我曾问老爸 我说咱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 老爸沉思了片刻 说城外的大风山 我曾见过一些窑洞 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老妈也点点头说 这种情形 如果是住窑洞的话 基本上就不怕石雨的腐蚀了 石雨再厉害 不至于将大风山都给融了吧 我点了点头 随后的几天 我和老爸轮流拉着板车上路 路上也遇到过两次冒险 出来搜寻物资的人 一次是一个小年轻 老爸好心告诉了 他大市场的方向 让他去那碰碰运气 还有一次是几个中年男子 老爸递给我一把刀 自己也揣着一把 他们才没过来 那时候我虽然年少无知 却也看得到 那几个中年男子眼神里 对我们板车上物资的渴望 又过了两天 老妈的脚已经被磨出了血泡 但是他不愿我和老爸担心 就选择没说 老爸望着阴郁的天空 内心隐隐有些不安 我们赶紧找了一个 保存还算完好的房子 躲了进去 前脚刚进房屋关上门 后脚雨便落了下来 听着屋外雨 稀里哗啦的吓着 然后就听见那诡异 而恐怖的滋滋声 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着 老妈也怕到无声的流着泪 然后一家人 就在这紧张 而害怕的氛围中 沉沉的睡去 连续近一周的赶路 早已让我们疲惫不堪 快到天亮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连忙爬起来 到处寻找生源 却见旁边的房间里 老妈倒在地上 原本是窗户的地方 此刻空洞无比 窗外的雨顺着风飞进房间里 也飞到了老妈身上 老爸从我身后突然闪出 二话不说 拉着老妈就往身后拉去 我也反应过来 想上去帮把手 却被老爸一把推开 我将板车上珍贵的水拿了过来 给老妈清洗伤口 但是伤口实在是太多了 怎么处理都处理不完 我哭了 老爸也哭了 老妈反而一改往日的腿赶 轻松地笑着 跟我们说她一点也不疼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个房间的窗户 金属形材都被腐蚀殆尽 玻璃掉了下去 声响惊动了老妈 老妈起身去查看 却不想打开房门 空气一对流 雨水顿时就飘了进来 飘到了她的身上 雨就下到第二天早上 随后我们在那所房子里 待了三天 等到毒物散尽 因为缺少药物 老妈身上的伤口开始发炎 我和老爸将她轻轻地 放在板车上 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后来的一路上 我想尽了我所能想的任何办法 老爸的头发也逐渐白了许多 但这些都没能帮我们留住老妈 也不知是在哪段路上 安静的老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等到我和老爸发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我大哭着喊着老妈 一时竟然站不稳 老爸也蹲在一旁 望着陪伴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人 无声地流着泪 我和老爸在那一刻 只想找个地方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去找老妈 但最后老爸还是恢复了理智 他带着我一起 找了一个大水坑 然后用力地抱了抱老妈 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这才慢慢将他放了进去 也许这是他能想到的 最好处理方式了吧 我们俩父子接着赶路 接下来出了城后 就再也难得见到一些 保存还算满整的房子了 所以我们俩也是紧赶慢赶的 好在这段时间也没下过雨 我们也是顺利地赶到了目的地 几经波折 我们进了大风山 也找到了老爸所说的窑洞 望着眼前破败不堪的窑洞 我和老爸都激动不已 此刻我又想老妈了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 比起那些被侵蚀的 不成样子的房子 这窑洞已经算得上 是顶级的住所了 我和老爸赶紧把板车上 为数不多的物资搬了进去 老爸也到处寻找可用的东西 坏消息是 窑洞外的所有设施 已经全部不能用 好消息是 窑洞内比想象的要宽大 且深 并且老爸在窑洞里 发现了一个卫生间 并且还有有个手摇式的水泵 老爸用力地摇了几下水泵 从里面喷涌出来的水 清澈见底 随后我将之前 从市场拿来的PH试纸拿出来 试了一下 酸减度为7.1的样子 我顿时紧紧抱着老爸 开心地叫了出来 我们俩又笑又哭得 搞了好一阵子 又一次沉默了起来 在窑洞里生活的日子 似乎是我这段时间以来 最安全的 因为解决了水资源的问题后 我们两父子 也只为食物而四处奔波了 因为食雨的影响 大风山上先有活着的植物 不过不知为何 大风山一带 竟然少有食雨降下 于是又过了两个月后 许多植物 竟然倔强地长出了新芽 但老爸告诉我说 不要去打这些植物的主意 因为食雨的关系 植物能活 并不能代表它们就没有毒 我随即想到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 我也只能就此作罢 我和老爸最近都学会了看天说话 从前可从来都没观察过天气 此时我们俩每天都会看看天空的云朵 又看看自制的侧风向装置 再制定具体的行动 通过我们俩的努力 我和老爸搜刮干净了 附近的五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房屋 将里面还能用得上的物资 全都用板车拉了回来 除去一大堆被褥 衣物外 我们也拿回了许多生活用品 例如肥皂 洗发露之类的 再就是工具类的 五斤的工具 被老爸用一个盒子装了起来 锤子 扳手都是有的 在一些房子里 过碗瓢盆我们扳了两趟 完全足够使用后 也就不再考虑再去拿了 至于食物 那就丰富了 附近的房子 大多是乡下村里的自建房 所以食物的储备 还是很丰厚的 特别是一些农户家里会有地窖 有些地窖 是直接造在房屋里面的 不像一些建在外面的地窖 都不需要去看 窖口的挡板都被腐蚀掉了 里面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光是将这些东西运回窑洞 就花费了我们父子俩 大半个月的时间 随后老爸也觉得 可以在窑洞里面 自己挖上一个地窖 只是我们俩并不清楚地窖的构造 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挖了一个小号的 老爸说 以后再有时间 再去把地窖扩大一些 现在粮食也足够了 其他需要用的也不缺 我们就把工作中心 放在了窑洞前屏上 因为窑洞是这大风山附近的缘故 所以十余辅实度还不算很高 老爸拿着铁锤和锄头 叮叮当当地干了两天 做了一条排水沟出来 然后又带着我 跑到窑洞后面的山林里 搞了一些有用的木材回来 一个人坐在那 又是测量 又是拿着斧子悄悄砍砍的 至于我就包揽了家务和做饭 其实我觉得每天都有事情做 对于我们两父子而言 是最好的了 因为忙起来 有时候就会简单对老妈的思念 老妈在的时候 总是牢牢叨叨的 此刻我却异常的想念老妈的牢叨 以至于有时候我做家务 所记得的要点细节 全都缘由我不想听我老妈的牢叨 只是那个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那个曾经对我耳提念命的人 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生活还是要继续 我们还是要考虑自己 要努力的活下去 老爸后来进山搞木材 已经不需要我帮忙了 我有时候也随他去 然后有一天 他突然兴高采烈的跑了回来 看他手舞足蹈的模样 我甚至以为他疯了 儿子 我找到了 哈哈哈哈 我终于找到了 老爸说话激进癫狂 让我摸不着头脑 什么干什么呀 能说清楚吗老爸 庇护所 防空洞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我没记错 原来老爸之所以记得这个窑洞 是因为这个窑洞以前 是他施工队里 一个经理搞的农家了 当初还没末日的时候 老爸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参与过很多大型建筑项目的建设 那时候虽然我们经常搬家 但公司一直在运转 也得窥视常年的搬家 我们家的公司也是越做越大 这个窑洞农家乐 是老爸近几年才接触过的 当时为了招待某个领导 特地选的这么一个幽静的地方 农家乐老板当时还介绍说 这大风山里有个防空洞 什么时候建造的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是里面他小的时候去过 很大 而且没有什么危险 我望着老爸开心的模样 心里有些纳闷 这窑洞也能助人啊 非要搬去防空洞吗 随后 我跟随老爸进了那个防空洞后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着实是肤浅了 这个防空洞 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称之为防空洞 可能一开始是打算按防空洞建的 结果后面不知道怎么的 就改成了一个半庄园 半仓库的所在 当然我深度怀疑 这里的改造 与当初的那个农家乐老板有点关系 之所以说半庄园又半仓库 是因为这个防空洞 原本是这山体中 挖出了一个U型的长廊空间 然后连接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 庄园的体现在于这个U型长廊的中间 被人挖空了 上面还盖了一个一整块的大玻璃顶 玻璃顶下是被种植好的各类景观植物 因为缺乏人的照顾和打理 生命力顽强的都已经快枯死了 仓库的体现在于 这些房间内大多都堆放着非常多的物资 其中包括无烟炭 酒精柴油等能源物资 食物储备也是多到下人 精品大米起码就有上百袋 加上一些豆类 主食方面是一点也不缺 而其中还有一个房间里 大大小小的堆放着 足足有几百斤的垃鸡垃鱼垃肉垃肠 我们又在防空洞里 找着了卫生间和手摇水泵 放完泥锈水后 水质跟外面的摇洞里的一样好 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个房间 是专门做的冷冻室 而且找到时 这个冷冻室仍然还在运转 冷冻室怎么运转起来的 不是早就停电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我和老爸终于在庄园的大玻璃顶下 发现了整整两圈黑漆漆的太阳能板子 我开心的望着老爸 老爸也激动的发出呐喊 老张 我现在相信了 你真的不是在吹牛啊老张 你这个地方是真的牛掰啊 随后老爸又伤心的 喊着老妈的名字哭倒在地 我赶忙用力扶他起来 可他像是铁了心 一般非要赖地上哭一场才好 我望着眼前的场景 也不禁握紧了拳头 新的庇护所 我们两父子还是习惯叫他防空洞 我们将窑洞里的物资 都搬进了防空洞里 好在窑洞到防空洞 有一条修好的路 倒没费什么周折 搬完后 老爸开心的自己下了厨 做了一顿腊肉炖土豆 我们久违地吃到了肉 一个没忍住 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几天 就全是整理物资和打扫防空洞了 水源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到处擦擦洗洗 很快防空洞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我便开始将玻璃顶下 庭院里的景观植物一一清除掉 并换种上一些瓜果蔬菜的种子 老爸也来帮忙 将庭院里的石砖撬掉 搬到角落里已被不时之需 清理出来的景观树也没有扔 都丢在角落 劈砍成可以进壁炉的尺寸 这种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老爸看着我努力的离地 种植 浇水 都说种东西的话 吹风会长得更好呢 这就相当于温室吗 如果搞得好 也许我们冬天也能种呢 老爸突然挠了脑脑袋 他说 今年冬天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况 要是下场食血 那就啥都完了 我知道老爸的担忧 我也同意担忧这种事 于是我们俩又把大玻璃顶到处检查了一遍 这种大玻璃顶也不知是如何运进来的 一整块大玻璃足足有50米长宽 四个边是嵌进墙里的 玻璃底部有十几个造型 现代的柱子支撑起来 显得又稳又扎实 听老爸说 大玻璃的厚度更是达到了30毫米 这种整块玻璃 估计得花费巨资 还不一定能一次性顺利运到 我也大概明白这东西不简单 但没想到居然获取难度这么高 难怪老爸当初直呼牛逼 后面几个月 我们俩父子再也没怎么出过门 期间下雨的次数越发的少了起来 而且下雨也不再那么恐怖 看样子时雨的威力小了很多 老爸说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在末日放松警惕 就相当于自杀 我点了点头 专心致志的 一头扎进庭院里 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 天气越来越热 室外温度可能都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50度 这种温度下常人 在外待一会儿就得要人命 而且疯狂流汗之下 消耗的并不仅仅只是水分 还有盐等各种人体所需 不过防空洞里也是冬暖夏凉 加上防空洞里的通风 一直还可以 不至于太闷 室内气温还是维持在35度左右 我倒觉得还能忍受 毕竟水资源也算充足 大不了多洗几个澡 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去冷冻室里结束 结果被老爸臭骂了一顿 毕竟现在缺少药物 万一生病了 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是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着实很折磨人 不知道今年夏天还要死多少人 老爸一天天的越发的瘦了下去 一米八的大汉子 愣是从原来的170斤 瘦到了现在堪堪达到100斤的样子 我很担心他的身体 但又无可奈何 我按照之前学到的知识 也按时给他摄入了很多碳水和维生素 每日所需脂肪 也小心翼翼的给他续上 可他的瘦还是在一直持续 他苦笑着说 也许这就是命 不过也好 也许可以早点见到我妈 高温天气并没有给满庭院的植物 带来什么不好 持续的日照 让他们更加懂事的茁壮成长 老爸在种下西红柿的第20天 西红柿小树就已经开始在结果子了 大玻璃的支撑柱 也被我拿来当植物爬架 黄瓜们在柱子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 长势可喜人了 我在自己住的房间里 用木桶每天都画一道 我一直记录着时间 从最开始的那天 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156天 老妈离开我们也有125天了 后来天气的转变 就像是暗下开关了一般 不到半天的时间 50度室外温迅速将下降到了不到10度 随后在三天内 居然降至了零下40度左右 老爸下得赶紧拿出许多衣物给我换上 又翻出了三床被子丢我床上 我还没遇见过零下40度的气温 据说这个温度 在外面尿尿都会结成冰 虽然很好奇这是一种什么状态 但我肯定是不会打开防空洞大门 跑外面去试试的 为了防止手摇水泵被冻住 我每隔一小时就要去摇一摇水泵 尽管如此 我还是时常摇出沙冰 因为没有燃气 总是用无烟炭之类的燃料做饭 肯定还是不行的 老爸说要趁着外面还没大雪埋山 去外面砍点木头拉回来才行 于是我们俩又将自己包成了粽子 准备跑出去砍树 当然出门前我们还是用了各种物品 试了试外面的雪是不是石雪 也可能石雨的冰点更低 屋外厚厚的雪并没有那种强烈的腐蚀作用 我和老爸拉着板车快速出了门 老爸一个人走在前面 让我在后面推车 我们俩砍了十几棵树 这些树大多被石雨腐蚀了一道 却又倔强的还活着 老爸说从前是四季变两季 现在是末日当头 人在适应 动物也在适应 植物更是在适应 我明白老爸想说什么 我向他保证我也能顽强的适应下去 他笑了笑 没说什么 我们将一车柴火拉了回去 老爸担心木头上有石雨的残留 在壁炉里燃烧 可能会导致毒烟的产生 于是他又把木头用水冲了一遍才罢休 末日后第206天 我早上起床没有见着我爸 透过庭院的大玻璃看了看天气 气温还是那么低 但今天好像有太阳 我睡眼惺忪的喊着老爸 然后把防空洞逛了个遍 逛到最后几个房间时 我已经感觉自己的睡意全无 我的头皮和背上此刻正在发热 犹如芒刺针扎一般难受 我急忙穿上厚厚的衣服 拿起钥匙和手套就往大门外跑 但当我打开防空洞大门的那一刻 我已然是彻底的惊呆了 无助的泪水顺着我的眼眶涌出 然后迅速被冻结成冰块 那眼角的寒冷所带来的疼痛 竟然不抵我心痛的万分之一 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 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出现在防空洞的大门外 我像疯了一般 将它从尖冰里刨了出来 带回了防空洞里 又燃气壁炉为它驱寒 尽管它已经全身被冻成了冰雕 但我依然希望奇迹可以发生 可到最后 除了冰雪融化后渗出的淡红色泻水 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 我该怎么办 我很迷茫 老爸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自己粗不及防的 来处理至亲的身后事 我想了很多 但我仍然守足无措 我望着大玻璃顶外的蔚蓝天空 似乎还跟末日前一个样子 一是在整理老爸尸体的时候 我发现他衣服扣子许多都被解开了 听说冻死的人 临死前会感到无比的燥热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二十那年冬天 我将老爸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 放在了防空洞门外 然后整个冬天 我都在想着这件事 第二年开年 我守着天气算着日子 待到气温逐渐上升到零度以上 我便用板车 拉着装着老爸的大箱子 去了后山 把它埋在了一片荒地里 然后一个人浑浑噩噩的回到防空洞 脱下厚重的衣服 剪去乱糟糟的长发和胡须 洗了个澡 我数了数墙上自己画的记录天数的画痕 记不清中间是否断过记录 索性不画了 一个人的末日求生 简直就让我无比的想死 这比我自己死了还难受 我在庭院的墙上 用木炭将老爸老妈画了出来 然后自己坐在他们的中间 说着我对他们的思念 或者是我对过去的一些回忆 或者是我对未来的一些打算 有时我甚至能一个人坐在座上一整天 一动不动 当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快要疯了的时候 看在卫生间镜子里 那个瘦的皮包骨头 双眼发黑的自己 我险些误以为自己活见了鬼 于是我又开始让自己忙碌了起来 将所有成熟了的果实收获到储物间里 又自己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美食 然后找了根绳子 将大门钥匙串进去 挂在脖子上 贴身放好 就出了防空洞的大门 这一趟出门 我打算试着找找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倒不限定是什么汽车之类的 哪怕是最平常的自行车 我都觉得足够了 一路上 很多景象都因为极端的高低气温而发生了改变 但最让人感到幸运的是 石鱼已经很久没下了 当然我也很希望 自己在路上能遇到一个人 哪怕是坏人 如果能说上两句话 我也觉得足够了 但我的运气并不好 这一趟并没有找到什么交通工具 也没有遇到任何人 荒凉的景象让我一度认为 这天地之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不过也许是老天 看我也于心不忍了 竟然让我找到了一个他的一半的房子 我鬼使神差地试着挖了一下废墟 竟从里面挖出了大量的书籍 虽然有两本是工业方面的技术类书籍 但也有杂志或者小说之类的 我也不挑食 能带上的尽量都带上 挖了许久 我也挖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便反了成 第二次出门是时隔三天之后 此时外界也逐渐开始长出各种杂草 我惊讶于这些植物的适应能力 同时也想起了老爸的话 这一次我走的上一次相反的方向 然后在一片胶木林里发现了一个烂木屋 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木屋的一角 让我找到了一个老式的收音机 而且是带插线的 回防空洞后 我便几经调试 除雀滋滋的电磁声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 我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 又一次被迫沉到了谷底 第三次出门 我没有去外面 而是发现防空洞的门口 似乎有某种小动物光顾过的痕迹 我顺着若隐若现的痕迹 在后山找到了五个洞口 也不确定是个什么动物 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我决定想办法捕捉它们 我花了五天的时间 自己编制了四个 只进不出的木笼子 在里面丢了几块新鲜的蔬菜 便用力将崭新的笼子 插进了刚刚发现的洞口 我唯独留下了一个洞口 然后在洞口旁挖了一个坑 接着用一节废弃的白色排水管 将坑与洞口连接起来 再用厚厚的泥巴 把洞口给堵住 最后 我学着末日前 在网上看的自制简易古风装置 有模有样的做了一个 等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 我也就开始了我的骚操作了 在坑里点燃了柴火 又加一大把杂草 和防空洞里的干辣椒进去 然后将一口锅子往坑上一扣 就开始转动我那简易的古风装置 源源不断的空气 透过古风机 顺利的输送到火坑里 浓烈又呛鼻的烟 没有地方跑 只能顺着坑里排水管 源源不断的送进洞里 大概操作了二十来分钟 木笼那边就有了动静 我倒是不着急 又往火坑里添了些杂草 熏了十分钟 才去查看木笼 好家伙 四个木笼 抓了五只野兔子 有大有小的 有灰色也有棕色的 这大概就是老爸过世后 我唯一见到的活物了吧 果然动物也会努力适应环境 但这也得益于 大风山本来就属于 时雨下的少的地带 我带着兔子回了庇护所 虽然没有养兔子的经验 但我也明白 这东西会打动 所以我用之前老爸在庭院 撬出来的石砖 踏了一个平台 又在边缘留一条很小的缝隙 方便我打扫兔射的卫生 石砖的数量可不少 我用水泥和石砖 做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兔射 希望这五只兔子能够喜欢 有了其他活物在的庇护所 让我感觉疏心很多 虽然养久了 它们的气味 也实在是太难闻了 但一想到这些小家伙 是除我之外唯一的活物 我又耐着性子 一遍又一遍地打扫着兔射 好在这几只野兔也争气 在我这食物管够的情况下 也愣是没有死 转眼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些活物 只是这些活物 是我万万不会去触碰的 因为这些活物 是数不清的虫子 最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不知何时开始 庇护所大门门口 爬满了毛毛虫 我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将它们收集起来 用水全部淹死后 放在庭院里晾干当肥料用 结果接下来的几天 一开庇护所大门 就是成千上万的毛毛虫 这把我恶心得不轻 但这也不能放任不管 所以我拿出为数不多的石灰 在大门口洒了一些 情况才有所好转 毛虫问题解决后不久 我透过庭院的大玻璃 又看到遮天蔽日的蝗虫飞过 天之道时雨过后 哪里还有这么多蝗虫侵袭的 这一次 我连门都不敢出了 只是蝗虫似乎透过大玻璃 看到了庭院里满满当当的植物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 庭院都几乎不能见光 黑压压的一大片 比末日前我家的遮光布还好用 因为长时间的不能见光 植物们都开始颓败起来 特别是太阳能板 受到虫灾的影响 使得冷冻室都要罢工 不过好在庭护所里 有手摇式发电机 虽然功率不高 但聊胜于无 于是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 我每天的日常 就是喂兔子摇电机 手摇式发电机一开始运作 还有点阻力 我左手累了换右手 摇了一个星期之后 居然也开始习惯了 直到蝗虫们开始退去 留下一大片黑压压的虫尸时 我感觉我最大的收获 居然是锻炼了身体 虫灾之后 我在庇护所附近 做了一次大扫除 由于蝗虫实在是太多了 我只能先将它们 清理到一片空地 小时候跟随老爸看纪录片 说以前遇到蝗灾 老百姓除了焚烧外 还会将蝗虫收集起来 当口粮吃 我心想 这要是有个什么寄生虫 还不得要了我的老命 好奇归好奇 知晓也归知晓 我最后还是一狠心 尽量将虫室堆高 然后淋上一些柴油 一把火给烧了干净 清理完蝗虫后 我又带上水桶 把大玻璃顶给清洗了一道 大量虫子的堆积 导致大玻璃顶被虫胶所污染 正常手法已经是洗不干净了 我坐在庭院里 看着泛黄的大玻璃顶 无奈地叹息 也许这个世界上 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玻璃不被食欲肆蚀 但自有东西可以肆意地污染它们 庇护所看似固若金汤 保不起未来 也保全不了我一个人 我又一次地坐在了 我老爸老妈的画像中间 跟他们诉说着我的烦恼 也许他们能听得到 如果是老爸的话 应该会想到一些办法来处理吧 可我只是一个成年不久的小小人类 我能做的和我能想到的 实在是太有限了 这一刻我无比地想念我的老爸老妈 他们从前的耳提念命 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我痴痴地伸手 却处不可及 那天我又忘了自己还需要吃饭 我的兔子们还需要吃饭 直到一阵嘈杂声响起 才将我出窍多时的灵魂 又拉回了这个懦弱的去窍之中 我看着桌上 久没动静的收音机里 似乎传来了有规律的声响 久久未与人交谈的我 一时间竟无法适从 我扑向收音机 精神直接高度绷紧 随着手指转动收频 终于 一个自证腔圆的女生 从收音机里 传到我干涸已久的耳朵里 请幸存者保持求生信心 经研究所专家预测 今年时雨下降量将大幅减少 政府已加速建造庇护所 我泪流满面地 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激动到整个人都哭得胃部 意思的是 这个频道每天还会播报新闻 比如 最近又有什么灾害发生 请幸存者注意 小心等等 其实这广播内容倒是其次的 关键是我听到了人的声音 根据他们播报的消息 我找出了地图 贴在原本记录天数的墙壁上 将他们说的一些消息 用铅笔抄在了地图上 如果不够位置写 我会用变迁纸记录在地图旁 久而久之 那面墙也被我贴了一大圈的变迁纸 我从收音机里 得知了大风山外的世界 有人满为患的 政府建立的官方地下庇护所 也有一些无法无天的末日强盗组织 有富豪建立的全钢结构 加玻璃的室外桃源黑心农场 也有更多和我一样 躲起来的小小幸存者 我终于感觉自己 不再是天地间 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类 不过我此刻竟然非常的理智 没有按照收音机里的情报 去寻找所谓的同伴 后来的某一天 收音机又播了一条新闻 各地幸存者听众请注意 根据军方收集的可靠消息 世界各地已陆续出现 重复各地幸存者听众请注意 这条消息 其实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我只是照常把它抄写下来 贴在了墙上 然后当晚 我准备睡觉的时候 就听见庭院的大玻璃顶上 有奇怪的脚步声 我果断关掉了房间 和走廊里的节能灯 然后偷偷摸了出去 趴在地上 躲在进庭院的门后 我悄悄地探出头 借助惨白的月光 看到了大玻璃上的诡异身影 顿时下得赶紧缩回了墙后 那是一只身形 起码有三米长的怪物 有点像螳螂 又有点像水面 如果说它是虫子 但月光下它光滑的皮肤 又不像是外骨骼一般坚硬 这个怪物仿佛寻视一般 在大玻璃顶上爬行了几圈 不过似乎因为虫胶污染的缘故 它也看不太清庭院里的情形 于是举起它长长的手臂 用力地砸了一下玻璃顶 咚的一声闷响 玻璃顶并未被砸开 但这一声响 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明显 没到十秒钟 玻璃顶上又跑来两只体型 更大的怪物 它们用脑袋上的触角 轻轻地碰了碰 仿佛在传递着什么信息 然后三只怪物一起离开了玻璃顶 奔向南边方向 第二天 我将收音机的声音 调到平常的四分之一大 然后收听的今日份广播新闻 各地幸存者听众请注意 这是一条紧急新闻 据军方收集的可靠消息 昨日提及的深坑中 发现一种未知的生物 据已观察到的数据显示 此类生物最常身形能长到五米 且行动敏捷 极度危险 又是一条警告新闻 我听着广播的内容 可以肯定 昨晚出现在大玻璃顶上的生物 正是新闻里提及的生物 国内著名生物学家 蔡永康教授认为 此类生物可能是身居地底的史前生物 性情残暴 且具备一定智商 由于我国率先获取 此类为之生物一手资料 国际上称此类生物为菜式虫轨 我关到收音机叹了口气 有这种恶心又强悍的怪物守在外面 以后也基本上放弃了 外出搜寻物资的机会了 只盼望现在政府的军队 可以快速消灭这些怪物 当然了 如果现在还有军队的话 今天的日常仍然是整理植物和喂兔子 兔子们最近都很不安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发情期的缘故 于是我又开始用石砖搭建兔舍 也许将它们分开养 会好很多吧 很快 我又搭出了三个兔舍 除了最开始的一对大兔子 还是放在老兔舍外 其余三只已经长大的兔子 对我分别放在了新兔舍 本以为给兔子们搬家 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结果大兔子里的那只公的 似乎对我这举动还颇有意见 竟然冷不丁地过来咬了我一口 好在只是咬在了衣服上 长又锋利的黄色兔牙 直接把我的衣袖咬穿了一个大洞 气得我直跺脚 直到我把一只肥兔子抓起来 我才发现原因 这只兔子这么肥 不是因为它吃得多 而是因为怀孕了 所以我被大公兔咬 是因为我破坏了它的后宫吗 我无奈地朝它们翻了的白眼 然后从仓库里拿出了甘草 给肥兔子垫了个窝 又给它单独整了一大片菜叶子 当营养餐 我突然想起 前段时间虫栽的时候 我还晒了一批毛毛虫肝来着 这养兔子应该和养仓鼠差不多吧 从前养仓鼠的时候 还喂过面包虫肝来着 于是我又把那大袋毛毛虫肝搬了出来 随手抓了一把给肥兔子 结果这家伙吃得比啥都香 吃完甚至还想再要一些 我叹了口气 然后雨露均粘的 给五只兔子都喂了一点虫肝 这又当爹又当妈的感觉 怎么说呢 其实还挺好的 从收音机里得知 今天已是末日后第456天 前不久广播里说的玻璃房农场 因为防御力低下 已经被虫轨光顾过了 现在能与虫轨打得有来有回的 不仅是军队 还有本地最大的末日强盗组织 大秦王朝 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真的是笑了好久好久 这让我想起末日前 在看到网上总结的帖子 说建国后 又是哪哪的村民 结果不到十几个小时 就被俩警察给推翻了政权 原来末日之下 还有如此有情怀的家伙 这属实让我有点吃惊 现在也正值高热的天气 收音机里说 今年的气温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55度 连虫轨在连续的高温暴晒下 都有可能脱水休眠 于是我决定冒险出门一趟 出门的理由是 兔子用的干草不够了 我得找点杂草回来才行 我拿出背包 装了好些瓶装水在里面 又拿了两包太阳伞 考虑到外界气温这么高 太阳肯定很晒 如果贸然穿短衣短裤出去 只怕我就像是火架上的肉一般 非得被活活 烤成肉干不可 我穿上了一套迷彩长衣长裤 戴上遮阳帽 又用水把自己给浇透 因为没有那种户外面罩 我只能用一条揉布料的围巾 浸湿当面罩 至于裸露的皮肤 我跑到冷冻裤里 整了点油脂擦在脸上 一切准备好后 我摸了摸挂在贴身的钥匙 就开门出去了 55度的气温 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谎言 刚出门我就感觉全身的凉意 正在迅速减少 好在迷彩的长衣裤 还能暂时锁住里面的水分 我看了一眼自己脚下 从身上滴下去的一滴水刚着地 就没迅速蒸发的干干净净 吓得我赶紧动身前行 边走还不忘抽出遮阳伞来挡太阳 少了太阳的直晒 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吹过来的热风 然后是我用式围巾包裹住的脖子和口鼻 我都能感受到那种热浪窒息的感觉 我一路尽量找有阴杵的地方走 一路上多多少少也收集了一些杂草 通过自己的测试 我大概每走一公里左右 长衣裤里的水基本上就要被烤得干干净净 但我只需要把背包里的瓶装水拿出来 往衣服里灌个半瓶 基本上那种制烤感又会迅速减弱 于是我按照这个规律 花了近两个小时走出了五公里的范围 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一片树林 很难想象末日下还会有树林的存在 老爸说的没错 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适应环境 树林在我看来已经不能称之为树林了 因为大量木头的枯死 导致原本聪裕的树林显得格外的荒凉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之下 竟然还有许多树木存活 并且长势还不错 想必这些树也是自然天境下的产物 其根须估计都要比地面上的部分要长很多很多 我飞快地从腿上抽出一把刀 收割着树林里的杂草 这些杂草也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样子 其草干尤其坚韧 装袋压紧 反复操作下我也割了两大麻袋 将它们系在背包两侧 我坐在一棵大树 樱下稍作休息 周围除了风吹拂树叶草地带来的沙沙声 便也没什么其他的动静了 不过我仍然是保持着警惕感 毕竟自从那一晚见了虫鬼的身影后 我便知晓那玩意儿可能只有喝了酒的武松 才能把它捶死了 又给衣服里倒了点水 然后自己喝了一口 正当感觉胸口的躁热好了不少时 呼听不远一排枯树方向 传来了某种东西倒塌的声响 我当即意识到不妙 连忙手脚并用爬上了身旁的大树上 眼睛死死的盯着枯树的方向 过了有十几分钟 那边也不再传来声响 我又环过了四周 确定没有危险才爬下树 末日环境下 我逐渐感觉自己 像是从前在动漫里看到的冒险者 刚刚的声响 让我既紧张又好奇 我没有办法忍受不去查看一下的冲动 于是我将刀反扣在手里 迅速朝那边摸了过去 却见一排枯树旁是一片大坡 坡下有一栋垮了一半的房子 从房屋腐蚀程度上看 受损并不严重 但现在为什么会垮 我不得而知 可能是基底部分受到的腐蚀最严重 我顾不上思考太多 猛烈的气温逼得我头昏脑胀 我赶紧往房子的方向跑去 进去之后 找了个阴处一躲 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我定了定神 开始仔细观察起这所房子里的情况 突然觉得脚下踩着什么 定睛一看 顿时把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只见我正踩了一截 干枯有黑的爪子一样的物体 这下我已经百分百确定 这房子为什么会塌了 绝对是这只脱水道 休眠的虫鬼搞出来的 尽管我怕得要命 但既然这虫鬼此刻是休眠状态 不如趁他病要他命 我轻轻的扒开 压在虫鬼身上的砖头 把他恐怖的脑袋和上肢体露了出来 想起螳螂即便是砍了头 都还会活一段时间 为了谨慎起见 对付这种像螳螂的东西 我直接手起刀落 把这个倒霉蛋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然后对准他的胸腔 就是一顿猛渣 炸到后来 我全身炸热到呼吸困难 我才回过神来 不曾想 这种脱水道近乎干湿的虫鬼 竟然会在胸腔流有大量的体液 我一顿操作下来 居然搞得全身都是 实在是会气得很 末聊 我突然看见 那被砸成筛子的胸腔里 似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我也顾不上恶心 用刀直接划开一条更大的口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奇异的珠子 这颗珠子看着就不简单 捏上去有一点点软 拿在手里转动 里面竟然似有金色的液体一般 有了云雾跟着我手的动作翻滚着 我擦拭干净珠子 正想把它放进背包里 结果手一划 珠子掉到了地上 我连忙蹲下身去捡 却不想脚下虫血一划 我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正当我感觉摔疼了时 嘴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 我正要伸手到嘴边吐出来看看时 但那东西太滑了 刺溜一下居然被我吞下去了 卧槽 我顾不上手上的脏 连忙去抠嗓子 整整搞了几分钟的干呕 也没吐出什么来 低头在找那颗漂亮的珠子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 糟了大糕了 刚刚阴差阳错吞下去的 不会是那颗珠子吧 我顿时拍着大腿后悔不已 早知道去掏什么虫尸啊 懊悔之余 余光中 废墟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 我的神经又一次迅速紧绷 定睛看去 却是一个类似低窖一样的翻盖门 打开了一条缝 里面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我 谁 是人是鬼 我拿刀对准了低窖吼道 说话 不作声 我一把火把这里给烧了 别 一声急迫的请求声传来 竟然是一个孩子 确切地说 是一个女孩子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只是太久太久 没见到人类的我 此刻顿时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努力地保持着我的思维清晰 不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奇怪 经过几分钟的自我调整后 我终于冷静了下来 我告诉他宠鬼已经被我干掉了 让他打开地窖门 他迟一了片刻 还是缓缓打开了地窖门 却见一个小娇花子模样的女孩 从里面爬了出来 从他1.6米的身高来看 应该差不多快成年了 一身拉里拉他的衣服 加上头发许久没洗 隔着老远 我都能闻到一股味 满脸的污渍倒是看不清容貌 也不知是许久未听见其他人说话 我竟然觉得 他的声音竟然是如此的好听 据女孩所说 他叫徐晓蕊 末日前幸福美满 如今已是一个孤苦伶仃 且苟延残喘的孤儿 这样的处境让我感同身受 回想起自己当初一招孤身一人的情景 情不自禁的就邀请了徐晓蕊 一起回大风山庇护所 末日之中 其实最为忌讳的是 将不认识的人带回自己的庇护所 但我那一刻 已经不想管那么多了 我已经太久太久 没有正常的和人交流过了 如今再次遇到人类 又怎么能让我不冲动呢 徐晓蕊经过短暂的考虑 答应了我的邀请 我松了一口气 缓缓地退回阴处 此刻我只感觉全身火了了一般热 我赶紧从背包里翻出一瓶水 喝了一口 然后倒入衣服里 冰凉的感觉再次去散了全身着火般的难受 徐晓蕊回到地窖里 收拾了好一阵才重新上来 看他大包小包地背了一大堆 我主动伸手帮他分担了一半负重 而他看着我手上的还剩一半的水瓶 直咽口水 咋了 我好奇地询问道 这是干净的水 他渴望地望着我手上的水 我连忙把水瓶递给他 却见他好像八百年没喝过水一样 咕咚咕咚地就把水喝得干干净净 你这没水喝吗 我好奇地询问道 却见他再次钻进地窖里 搬了一个桃罐上来 里面应该是他的饮用水 此刻却浑浊不堪 地窖里只能接到这种盐层的渗水 有弱酸性 但他没有接着说下去 我点了点头 走过去直接拿起桃罐 将水倒在了他的脑袋上 顿时把这小椒花子淋成了小洛汤鸡 室外现在气温是55度 不淋水的话 超高温的热风一吹会死人的 回大风山还有五公里 我包里倒是有水 支撑我们俩回去可能也够呛 我拍了拍他的头说道 行了赶紧走吧 我那有干净的水 到了地方你泡澡都足够了 我把我的备用太阳伞塞到须硝蕊手中 然后带着他一路紧赶慢赶地往回赶去 临走前 我还是放了把火 要是留下线索让他们摸到大风山那边去了 可就糟了大糕了 又是两个小时的路程 由于多了一个人用水消温 只剩最后一公里的时候 我们俩都没了水 我靠着意志力 走完了最后那段路 带着徐晓蕊踏入防空洞庇护所的那一刻 我直接倒了下去 防空洞大门关闭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气温表 室内气温今天在30度的样子 这种温度放在末日前 我的空调起码是要开到18度的 但是此刻 我竟有一种吹空调的舒适感 扶着徐晓蕊走进庇护所里面 在我们俩都喝完水之后 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徐晓蕊一扫 原本咽了八剂的状态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我坐在椅子上完全不想动弹 随口简单地跟他介绍了一番 防空洞庇护所里的情况 当天晚上 我就带他到卫生间 给了他干净的衣服 又教他自己操作打水 用沐浴露 洗发露彻彻彻底底地 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净的 而我趁着他洗澡的空隙 把原来老爸住的房间 重新整理了出来 好让徐晓蕊有地方睡觉 刚整理完房间 出门就碰到了洗漱完的徐晓蕊 这哪里还有半点小娇花子的模样 虽然像比较末日前 皮肤确实差了点 但现在整个一个元气少女的气质 是跑不脱了 剪掉了乱糟糟的头发 短短的黑发也显得很可爱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清纯的模样 很难不令人喜欢 我摸了摸额头 非常发烫 也不知是脸红的发烫 还是刚刚的暑期未消 有些慌乱的交代他房间的事情后 便逃跑一样的 跑进了卫生间里 摇起冰凉的水 疯狂的淋在我的脑袋上 之后 我也换了一身干净舒服的衣服 跟徐晓蕊随便吃了一顿饭 虽然这顿饭对于我而言 实在是太随便了 但是这么多新鲜的蔬菜食材 直接就把徐晓蕊给吃哭了 好一阵安慰后 我再也撑不住困意 跑到自己房间里 早早地睡下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来了 我终于还是生了病 也不知是中暑还是热伤风 总之 我难受到不行 半夜 我全身发烫 梦见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场景 什么东西在爆炸 什么流星划过 然后镜头一转 我看到了满目疮痍的世界 倒塌的房屋 碳化的枯树 路边的残骸 我突然感觉嘴唇边一凉 干涸的喉咙里 被一小股凉意缓缓滋润着 我意识模糊地睁开了眼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 许小蕊正一脸担忧地 拿着水杯蹲在我的床边 但我又好像看到了我老妈 小时候生病 老妈也是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直到我病好 然后我嘴里突然一哭 我又什么都不知道地 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我悠悠地醒来 除了全身酸痛外 还感觉全身没什么力气 我转头一看 许小蕊正趴在我床边 呼呼地大睡 刚一起身 许小蕊就醒了 我不好意思地看着她 她却顿时眼眶都红了 你还感觉难受吗 好一点了吗 想不想喝点水 许小蕊连忙又把水杯递了过来 我刚想开口说话 却感觉额头一凉 一块湿润的手帕掉了下来 谢谢 我诚恳地对许小蕊说道 太久没生病了 结果还是生病了 可能是热伤风 我已经给你喂了药了 晚点再吃一片 许小蕊从口袋里拿出一板药片 我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阿木西林 这药不治热伤风啊 我无奈地笑了笑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我把药片还给许小蕊 并让它好好存好 可以考虑放到冷冻室里去 虽然我这庇护所啥都不缺 就是缺药品 但这也不是我独摊他药片的理由 更何况 他进防空洞的那一刻 我们俩就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我又去洗了个澡 将汗湿的衣服换下 结果许小蕊就主动把我的衣服接了过去 连着他带过来的衣服 一起洗得干干净净净 等他忙完 我也早早地割了点肉食 配上蔬菜 炖了一道精致的炖菜 然后这舒爽的口感 又一次把他给吃哭了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虽然不能天天吃这么好 但在这一定不会饿着他 他感动的擦了擦眼泪 以后的日子里 小姑娘也努力地学着我打理庭院 喂兔子 洗衣服做饭 而我则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外面砍柴火 割草 以及听收音机广播做摘录 自从徐小蕊搬进防空洞后 我的生活仿佛又充满了色彩 他很勤快 努力地包揽着防空洞里的活 其实每天也不会有很多的事情 但他似乎闲不下来 又或者说给我的感觉是很怕闲下来 在他生日那天 我难得地宰了一只兔子 新鲜的肉食在末日里 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 只是我们俩谁也不会做 于是我努力回想着 末日前看的那些做饭视频 然后一半兔子做成了炖菜 一半兔子做烧烤 结果炖菜倒是炖得软烂 烧烤却烤得一塌糊涂 我拿着一块烤得半焦的兔肉 魅心一阵肉疼 徐晓蕊却不是那么在意 他用小刀细细地刮掉了烤肉表面的糊 然后切成肉块和腊肠 加土豆炖在了一起 这是我末日后吃到的最爽的一餐 相比较冷冻库里的辣货 新鲜的肉食是真的会让人上瘾 其实现在隔一段时间 吃一只兔子也不碍事 原来的五只兔子 发展到现在也有十几只了 它们每天都要消耗很多干草和菜叶 这让我的工作量也是直线上升 要知道 现在虽然大风山的后山杂草 也逐渐多了起来 留下三公四母分开丢在兔舍里 转眼到了八月份 室外的气温开始骤降 这天收音机里开始播报 军方将有组织的投放一些物资 在特定的地区 我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起来 连忙拿起笔记下了空头点 由于是空头 所以广播里给出的坐标点 其实并不会太准确 只能说那个坐标点为中心的范围内 可以找到空头 有为哥 我觉得肯定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想要空头的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徐晓蕊担心地说道 我拿着超道的坐标点 在墙上的大地图上细细地标记着 头也不回地说道 我们现在其实还缺很多东西 别看暂时的生活是稳定的 末日里最重要的还是居安思危 说着 我敲定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坐标点 距离防空洞有八公里 那一带曾是一个小镇 末日前我还跟老爸去过那边吃饭 小镇上有个特色是水煮活鱼 到了空头投放的日子 我带着徐晓蕊 拉着我那台破板车就上了路 一路上 我们也是尽量靠边走 低调的不能再低调 因为现在还处于气温交替的时候 没有那种特别极端的天气 一路我们走得很快 仅仅花了70分钟 我们就到达了指定地点 这个小镇映入眼帘的是各种破败不堪 房屋全成了废墟 小镇边的河也早已干涸 更别提什么鱼了 我和徐晓蕊找了一个还算能藏人的房子 两人一板车的猫在了里面 又过了半小时 我听到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不多时 天空中就飘着一个红蓝颜色的箱子 缓缓往下降 徐晓蕊激动地就要往外跑 我一把拉住他 让他稍安雾躁 同时也递了一把刀给他 等到空头落了地 正好就落在刚刚我们过来的方向 但我仍然不着急出去 同时小心翼翼地到处观察着 是否有人出现 徐晓蕊好像突然一下就悟到了 他也干脆努力平静下来 静静地等待我的指挥 我们就这么等着 等到空头上的橙色信号烟雾彻底排完 等到几个小时都过去 又等到天似乎要黑了 我拍了拍徐晓蕊 俩人拉着板车 突然就冲出藏匿点 往空头跑去 我让徐晓蕊扶住板车 然后自己双手一发力 将诺大空头箱直接抬起一个脚 架在了板车上 随后我到板车前面 让徐晓蕊双手紧推空头箱 自己则用力将板车下压 这一下直接干脆利落地 将空头箱撬上了板车 我拉着板车在前面跑 徐晓蕊则演急手快地跳上了板车 他很快就将空头箱上的降落伞 收到了板车上 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绳子 将空头箱固定在板车上 至于我的话 就彻底成为了老黄牛 一个劲的 只管拉着板车 往回家的方向跑了 一路上 徐晓蕊坐在板车上 双手扶着空头箱 眼睛却在四处观察 特别是身后的方向 我足足一口气跑出了五公里 才以拐藏 连人带车的藏在了一个山坡之下 又拿出两袋干草 铺在板车上 而徐晓蕊也赶紧从背包里 拿出水递给我 我大口的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要不是在防空洞里过得太无聊 整天没事就锻炼身体 别说拉着这件两百斤重的空头箱 就是只拉一辆板车 也跑不完五公里 有维科辛苦了 徐晓蕊赶紧给我擦汗 我尽量喘着小声的 跟他摇了摇 他示意他先别说话 过了一会儿 我和他都捂住了嘴巴 远远的就听到 有一辆车缓缓的 从我们刚刚跑过的方向驶来 然后停在了附近 TMD 这小子也太能跑了吧 谁知道他能一直跑这么久 现在居然还跑没影了 一个粗嗓子大声喊道 还不是因为你说要节约油 到手的空头箱就这么没了 另一个奸细的嗓子责怪道 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考虑吗 油用的多了 回去肯定得挨揍啊 可惜了 那小子好像还带着个小妞 哎 再往前附近有什么地方啊 到处再看看吧 粗嗓子似乎还有点不死心 你不要命了 附近就是大风山 那里面有个虫鬼窝 你不知道吗 天都要黑了 细嗓子呸了一嘴 晦气 跟你出来是真的晦气 王总 王老大 别生气嘛 两人又走远了 然后听得汽车重新发动的声音 听得车子渐行渐远 我也稍稍放下心来 回头一看 去见徐小蕊满目泪水 我安慰着抱了抱他 轻声说道 小蕊别怕 都过去了 再等一会儿我们就走 然后抓了一把干草当掩护 小心翼翼的探出头 看到渐行渐远的车 直至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后 我一把将徐小蕊抱上板车 然后又一次一鼓作气 拉着板车 跑回了防空洞 进了防空洞后 我让徐小蕊先收拾一下 自己则拿着扫把 又跑出去 快速把来的路上 可能出现的痕迹 一一清理掉 这才安心的退回防空洞里 一切终于清静了下来 我和徐小蕊将板车 推进防空洞的中心 本着节约的原则 空头箱上的绳子 我们都仔细地解开 连着降落伞 一起收拾起来存放好 打开空头箱 10代5kg的大米 20斤牛羊肉 20斤猪肉 一箱蔬菜种子 一个工具箱 两套衣物 一箱洗漱用品 5个应急小药盒 5件应急包扎包 以及一些调味包 这样全面的空头箱的搭配 实在是大大的补充了 我的物资短板 相信给空头调配物资的人 一定是一个懂生活的人 我和徐小蕊将物资 仔细地归类放好 又切了一些猪肉 做了一顿土豆炖肉 尽管没有酱油 也没有糖来超糖色 但我们还是吃得很香 我们自从上一次 拿了空头箱后 就闭门三个月没出去了 期间军方又投了一次空头 但我们愣是忍着没出去 徐小蕊原本还有些异动 毕竟空头箱实在是太香了 那么多物资一次性全拿到 剩下的就是享受成果了 上一次拿空头 我们其实还没做那么多准备的 有一晚我跟他聊天 他告诉了我他末日后的遭遇 这就不得不让我出去拿空头 做出计划调整了 末日前的徐小蕊 原本也是在城区上寄宿高中的 成绩不错的 他还有望考上一个好学校 结果周末回家的时候 有些感冒了 他便在家养病 延迟了返校 这一延迟反倒是救了他一命 末日来临后 他便和父母还有奶奶 住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援 结果左右等都不来 眼见物资越来越少 有一天晚上 因为时雨的侵害 后来他们一家三口 都住进了家里的窑洞中躲避 只是缺乏水资源 他爸妈在地窖里挖水源 挖了三天 居然还真让他们挖到了些许水源 只是这点水源到了后来 因为极端天气 也变得极不稳定 再后来就只剩盐层渗水了 往往几天才能收集半桃罐 加上越往后 环境越发的恶劣 他们只能每天喝一点点水 来维持生存 至于吃的东西 原本地窖里就存有很多食物 但靠单一的食物 还是难以维持生存 为此徐晓蕊一家没少往外跑 然后在某一天 他爸兴奋地说政府再发空头 为了徐晓蕊能活得健康一些 他转身就带着他妈 顶着高温跑出去捡空头了 结果到了晚上 一伙强盗带着他妈回到了房子里 搜刮着为数不多的物资 据那些强盗所说 他们利用空头守住带兔 等到了徐晓蕊爸妈 当他爸妈找到 并准备拿空头的时候 强盗们突然出现 打了他们两口子措手不及 只是一个照面 就把徐晓蕊他爸给残忍杀害了 他们将他妈强行拖到埋伏点 一边凌辱 一边继续守住带兔 等到晚上的时候 就让所有留活口的受害者 带路回住所 继续掠夺他们的物资 徐晓蕊他妈受不了强盗们的折磨 他在强盗们放松之际 便抢了强盗的刀 与其中一个同归于尽了 而强烈的血腥味 直接把附近的一只虫鬼招惹了过来 结果是剩下的强盗 都被这只虫鬼给吃抹了干净 但同时 绝望的强盗终于还是扣动了扳机 现弹枪的近距离活力 把虫鬼的肚子轰出了一个大洞 饶视虫鬼恢复能力惊人 那会儿也完全动弹不了了 等到第二天高温再次来袭 虫鬼也就脱水休眠了起来 在后来就是我过去了 而这一切事情发生时 徐晓蕊就躲在地窖里不敢出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次 只是感觉自己似乎真的到了极限 以至于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这是我也想起广播里说的 为什么强盗能和虫鬼打得有来有回 原来是手里有真枪啊 经过一番布置 我们还是成功的拿到了空头箱 现在也不知外界的强盗 是否有摸到防空洞这一带 但经过上次强盗们的交谈 也明白大风山上肯定是有虫鬼盘踞的 不然估计他们早就杀过来了 此时已经进入了极寒的季节 室外的气温也已经低至零下40度以下 按照去年的经验 能不出去是最好的 我至今也忘不了 老爸活生生的冻死在门外的场景 而且我确实缺乏超低温状态下外出的经验 至于虫鬼的话 在极寒天气下 他们也能行动 只是行动起了并没有那么快而已 根据军方的调查 他们冬季会转化为白色 而且能够藏在雪地里搞埋伏 此时收音机里又播报了头空头的消息 由于是冬季的缘故 军方将加大肉食的供应 我顿时也心思活跃了起来 加上储备的柴火也有些不够了 出去一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赶在空头日来临前 我先全副武装的出门 砍了一些柴火回来 而且考虑到后面可能会长时间不出去 我又多次出门砍柴火 当然出门这种事 现在我和徐小蕊都是一起行动的 由于担心会拖我的后腿 徐小蕊现在每天都在努力锻炼身体 原本在防空洞养得有些微胖的他 此刻也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瘦了下来 我们在冬天穿的鞋子上 用铁丝捆了一个防滑底 然后又用白漆把外套和帽子都刷成了白色 这桶白漆还是老爸和我在窑洞的时候 在一间民房里发现的 这桶漆原本是打算用来刷窑洞墙壁的 结果后来我们搬到防空洞里 也就不了了之了 原以为这桶白漆在无用武之地 我也是灵机一动 学着宠鬼的样子 再来搞一回伪装 等到空头的这一天 徐小蕊居然从他房里拿出了一大包暖宝宝 我看了一眼生产日期 还能用 他说这是他临走前从地窖里带出来的 去年领冬的时候 全家人就靠着两箱暖宝宝过的冬 到后来也只剩这一包了 我数了数 一大包有二十个 前后背 手臂 大腿位置贴完 要用六个 贴了暖宝宝后 起码衣服可以少穿一件 这样对自身的灵活性可是极大的加强 我们全副武装 甚至连板车都做了改装 不仅在轮子上也加了铁丝防滑的处理 板车尾更是用铁皮整出了一个产型出来 我们提前到达了空头指定的位置 这一次的空头位置离我们还算近 靠近大风山方向埋伏 而如果保险起见的话 他们得藏在一公里以外的山坡后面 于是我们这次的计划便是速战速决 在空头掉下来的时候 我就按叫不妙 因为有风的缘故 空头居然飘向山坡的那个方向 这时已经容不得我在犹豫 我推着板车就朝空头方向本去 徐小蕊紧随其后 我们俩迅速朝空头靠近 因为空头箱很重 最终还是落在了离指定地点400米的位置 但在落地的一瞬间 我用力将板车扶手一台 板车尾的铁皮铲一头扎进雪地里 溅起一大片雪的同时 也将空头箱顺利缠起 接近200斤重的空头箱 迅速将板车停了下来 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 我转身将板车上的绳子套在身上 然后双腿一发力 开始往回跑 此时徐小蕊也赶到 他一跃而起 跳上了板车 正当他固定绳索之际 我好像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我拉着板车 带着徐小蕊和空头箱 往前跑了有100米的样子 一辆喷了白漆的改装越野车 突然从我预想的埋伏点山坡下驶出 这辆车明显将轮胎也捆了铁链 在雪地上跑得飞快 一点也不打滑 我没有丝毫犹豫 继续加速狂奔 同时双手也紧张地握住板车的扶手 用力维持的平衡 徐小蕊捆好空头箱一侧的固定绳 然后一把爬到另一侧 一只手拉住空头箱上绳网 一只手扣住板车 他惊恐地望着那辆越来越靠近的越野车 甚至看清楚了车里那猙獰又愤怒的脸 突然 他看到空头箱上飞快冒烟的橙色信号烟雾弹 又看了一眼越野车 然后他就突然在板车上站了起来 快速地将信号烟雾弹一把抽出 反手一扔 烟雾弹顿时砸在了越野车的挡风玻璃上 大量的烟雾顿时呼了挡风玻璃一脸 那开车的司机顿时失去了视野 他打开雨刮器 却发现怎么刮也刮不干净 不仅刮不干净 烟雾弹所产生的烟雾居然还带有大量颜料粉末 好在饥寒天气下 它的玻璃水喷口被冻住了 不然挡风玻璃真要废了 司机只得一脚急杀停下车来 手动清理烟雾弹 却不曾想 由于刚刚车子的碰撞烟雾弹被死死地卡在车子引擎盖的缝隙里 最让他崩溃的是 烟雾弹本身是依靠高温燃烟雾剂来产生大量烟雾的 望着自己车子引擎盖那在狂喷火 他也是气到原地无能狂怒的吼叫 不过他的同伴明显比他聪明很多 连忙拿出车上带着的修车撬棍 轻松将缝隙里的烟雾弹挑了出来 司机这会儿也反应了过来 用自己的衣服袖子简单地擦了擦挡风玻璃 便带着同伴上车继续追我们 这一会儿功夫的时间 我们直接也拉开了近500米的距离 不过这对烧汽油的越野车而言实在不是问题 越野车上的人明显已经被刚刚的烟雾弹所激怒 他们不管不顾的加大油门冲了上来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们甚至还按着喇叭挑衅 此时徐小蕊也有些后悔 应该准备一些石头在车上的 如果用石头打碎他们的挡风玻璃 那绝对比扔烟雾弹要好用得多 至于我的话 还是拼了命地往前跑 随着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我也感觉到身体的吃不消 一方面极寒天气下的快速奔跑 即便是我用围巾蒙住了口鼻 但冷空气进入我的肺部 还是让我感到剧烈的难受 另一方面 厚重的衣物也加剧我的体能消耗 徐小蕊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他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了两瓶水 然后往板车上一瞧 还是液体的瓶装水居然在迅速的凝聚着 是了 极寒天气下 水是很容易结成冰的 刚刚瓶子放在背包里可能还不见得 拿出来被冷风一吹 就直接温度到了零下 如果此时稍微碰撞一下 那么水肯定会成冰 只是这些理论我虽然想得通 却又低估了徐小蕊的心思缜密 他打开一瓶水 往身后一洒 瓶子里还未完全凝固成冰的水 以冰沙的形式飞出 然后在空气中迅速成冰 噼里啪啦的洒在了越野车上 虽然只有少量的冰砸在挡风玻璃上 但那一下也把车上那伙人吓得够呛 一时间车速又慢了下去 等到越野车重新追上来时 一瓶冰又砸了过去 越野车屡次吃瘪 于是不再保留 司机一个加速 居然冷不丁地迅速超过了我们的板车 当他们稳稳当当地逼挺我们之后 车上一伙四人凝笑着下了车 他们全副武装 手上更是拖着棍棒和砍刀 而我则因为这寒冷天气里距离奔跑 吸入了大量冷空气 导致肺部都麻木了 此刻停下来 也已经是站不起来的状态了 其实从最开始 我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这一趟出来要翻车 有为哥 这段时间以来 谢谢你 徐小蕊望着眼前不断围过来的强盗 内心已经彻底的绝望了 他抽出藏着袖子里的匕首 一把抵住自己的脖子 而我倒在地上 不断地挣扎着 企图站起身来 对抗这四个一亿待牢的混蛋 王哥 是不是啊 是他们吧 一个似曾听过的粗嗓子响起 肯定是他们 老子就说早晚还会再遇到的 细嗓子也回应道 这小妞还想自杀 嘿嘿 死了没关系啊 待会老子动作快一点 你们也趁个热 你们这群畜生 我用脑袋抵着地面 想要爬起来 但肺部猛然一阵疼痒 竟让我当场咳出血来 有为哥 我先走一步了 如果有来生 我还愿意跟着你 徐小蕊流着眼泪 贪坐在空头乡旁 有为哥 其实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跟你说 小妞 别TM在那煽情了 等老子解决了这个男的 细嗓子一边奸笑地嘲讽道 一只脚已经踩在了我的背上 手里的翘棍缓缓地举高 对准了我的后脑勺 不要 徐小蕊哭喊着 但他无论如何也无力回头 细嗓子双手一用力 翘棍快速砸下 突然细嗓子身后的雪地里 喷得一声骤然间炸开 大块的雪块被什么拱上了天 在空中迅速解体 像是喷雾一般 撒在众人身上 一道快如闪电的白色身影窜出 众人一晃眼 却被眼前的景象 惊得快要浑破离体 三个撞得像牛一样的强盗大汉 就像是背下了定身骤一般 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 而那个粗嗓音司机 更是全身像是筛糠一般打着哆嗦 徐小蕊也被吓到了 手里的匕首掉在了地上 双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鼻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我因为倒在地上 没能看清是什么情况 等我转头一看 却见到了那碗如螳螂一般的恐怖身影 是虫鬼 我惊恐地看着冬日里全身雪白的身影 但不知为何 我竟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喜悦 此刻 那只雪白的虫鬼 一只手正抓着细嗓子 确切地说是细嗓子的上半身 往嘴里塞 宛如锯齿般的口气 咀嚼着鲜甜的血肉 鲜红的鲜血滴在雪地上 犹如蜡梅一般鲜艳 一想到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细嗓子 此刻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我的内心就一阵畅快 太好了 你们全都要死 听到了吗 你们这群渣子 我趴在地上 目自欲裂地盯着眼前的几个强盗说道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这里是大风山的地界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你给老子住嘴 粗嗓子对着我嚎了一嘴 却不想惊动了一旁安静进食的虫鬼 他转头看了一眼粗嗓子 这一眼顿时把他吓得滚倒在地 另外两个强盗倒霉粗嗓子这么耸包 他们悄悄地将手放在了腰间 看样子想要掏枪的模样 还没等他们有所动作 雪地里又是几声闷响 树道白影宛如白鞠过戏一般掠过 顷刻间所有强盗都被秒杀 看着眼前的七只虫鬼 正对着四个强盗的尸体大快躲移 我的内心不禁感到一阵复仇的快意 不过很快 这股快意就被对虫鬼的恐惧迅速驱散 眼前的这种东西完全就不像是广播里说的那样 行动缓慢 他们可能更快 尤其是适应了这种极寒的天气候 我爸常说 从前是四季变两季 现在是末日当头 人在适应 动物也在适应 植物更是在适应 我很理解这句话 都是为了生存 我也在适应 我艰难的站起身来 缓缓的靠在板车上 很想喘气 却一直努力压制着自己缓慢的呼吸 我想我此刻的肺部 已经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靠在板车上 我动都不敢动 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肺 还有旁边正在奋力干饭的 七只雪白的虫鬼 我转头看了一眼徐小蕊 他此刻双眼无神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我努力的朝他笑了笑 心想也许能死到一块 也是不错的选择吧 却见不一会儿 所有虫鬼已经将四个强盗的尸体 一点不剩的吃完了 他们一个个的逐渐将注意力 集中到我们身上 最先窜出来的那只虫鬼 转头用脑袋上的触角 和其他虫鬼轻轻的触碰着 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息 虫鬼们也互相触碰了一会触角 时不时的发出咕咕的声音 紧接着 最先窜出的那只虫鬼 缓慢的爬到了我跟前 歪着头 丝毫有些疑惑情绪的看着我 他尝试着用他的触角 轻轻的碰了碰我的脑袋 而我则被这家伙吓得半死 要知道 一对刚刚嚼过 人肉的鲜红锯齿口气 在你跟前几乎贴脸一般的晃悠 是个人都要被吓得够呛 好像有所收获 又好像没有 这只虫鬼最终选择放弃了我 转头看向了徐小蕊 与我不一样的是 他这一次直接伸出了他的手爪 缓缓的朝徐小蕊的脑袋摸去 我看到这一幕 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句 不要 说完这句话 我的喉咙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 而那虫鬼好像听懂了我说的话 竟然真的停了下来 不过他再一次看向了我 口气里又发出咯咯的声音 随后他就这么转头回到虫群里 又是一阵信息交换后 他带着其他虫鬼 飞快的往远处跑去 我诧异的看着这一幕 一时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好 徐小蕊更是一副惊掉下巴的状态 等到快看不着虫鬼身影时 那只试图与我交流的虫鬼 竟又停下身来 回头看了我一眼 风雪下那模糊的身影 唯有那对眼睛似乎还散发着光芒 随后 他便跟随他的部队 迅速顿入雪地之中 仿佛从没来过一半 我也精神一松 整个人顿感疲惫的瘫软了 甚至在板车上都坐不稳 眼前一黑 又一次的滑倒在地上 等我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回到了防空洞里 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和被褥 感觉不到一丝寒冷 只是我稍微用力一呼吸 整个呼吸道和肺部 就疼得我直哼哼 我的声音吵醒了 手在一旁的徐小蕊 他赶紧把我扶了起来 又拿来一碗热水 用勺子慢慢地给我喂了一些 对不起小蕊 我感觉好了很多 望着眼前憔悴了不少的女孩 我心生愧疚 徐小蕊摇了摇头 眼中又泛起泪花 再也不去了 太危险了 再也不去了 我伸手拉住他的手 喃喃地说道 也是迫不得已 不去咱们又吃什么呢 徐小蕊叹了口气 食物也还有 咱们吃瓜果蔬菜照样火 大不了当个素食主义者 徐小蕊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强行暂停了我的忏悔 有为哥 我一点也不怪你 这次是意外 再说谁叫咱们都贪吃呢 徐小蕊居然笑了笑 好了 你醒了就好 先休息吧 我得赶紧把咱们 拿命换回来的快递 给拆了先 说完他就扭头出去了 恍惚间 我好像看到了女孩脸红 但也不能确定 不过这也不是我当前 需要考虑的重点吧 能活着回来已经很不错了 也不知我晕过去之后 徐小蕊是如何把我弄回来的 当然 我的内心还有许多的疑问 不过这一切都得等 我的身体恢复之后 再去寻找答案了 在徐小蕊的精心照料下 我恢复得很快 不到三天的时间 我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 徐小蕊跟我说 这一次的空头箱里 足足有一百斤牛羊肉 但是大米只有两袋5kg的 剩下的是一个冬季药品箱 两把喝嘴稿 两套冬季的衣物 一口大锅子 最后一个大木箱里 装满了各种调味品 我听到有调味品 赶紧让徐小蕊带我去看 我和徐小蕊用喝嘴稿 小心地撬开了木箱盖 映入眼帘的是 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 我顿赶军方发过来的空头箱 怎么如此生活化 不过转念一想 也许这也有他们的道理 如果我能持续并顺利地拿到空头 那么有了逐渐完整的物资板块 将会提高我对生存下去的渴望 我将想法与徐小蕊交流了一下 他倒是觉得 也许这也是政府 在告诉大家 当你们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时 我的物资都能多到到处发的程度 我有如此丰富的物资 你们还不来投奔我吗 我惊讶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看来学霸就是不一样 想法都如此的成熟 令我感到钦佩 徐小蕊对我的举动 不禁又脸红了起来 他拿出一小块火锅底料 说要做一顿火锅 给我补补身体才行 我看着火锅底料包装上 硕大的猛辣型三个字 疑惑地回想着 末日前我吃过的补品 有需要这么重口味的吗 却不见徐小蕊上扬的嘴角 随后我从木箱底部里 找到了十几包食盐 和两包白砂糖 以后获取盐分 可以不用靠煮那些辣货的盐汤了 物资的短板正在逐渐补偿 只是一直习惯了居安思危的我 也在担心 每天政府不再发放空头了 又或者 我们再次遇到这一次的危险 该怎么办 未来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准呢 随后晚上的那顿火锅 确实让我过足了瘾 一向节俭的我们 这一回也是放开了吃 对于牛羊肉 我学着从前短视频里 看内蒙人的那样 清洗干净后 直接丢锅里煮 只是不一样的是 我这锅子里的是 纯正的四川辣汤底 但吃法还是效仿了 内蒙那边用刀子踢 虽然还不习惯 但也很新奇 你小心手啊 自己都说是手抓羊肉了 还用刀子 徐小蕊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突然想起 那会儿我就要被强盗打死的时候 徐小蕊好像对我说 有件事一直没对我说 对了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说过 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对我说啊 我嘴里嚼着肉 含糊不清地问道 是什么事情呢 徐小蕊正吃着羊肉 听到我说这个 顿时差点腔道 随即她的脸 又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因为羊肉太辣 还是什么 唯一能确定的是 我记得这小姑娘 应该是很能吃辣的才对啊 寒冷的冬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室外变得越来越不能去人了 凌冽的风 将户外的树 都吹成了奇特的冰雕 我很难想象 这些树到来年开年的时候 还能继续活下去 既上次吃完火锅后 我的身体也迅速恢复了 考虑到户外也要尽量少去 于是 关于柴火方面的用量 我们也是能节省就节省了 住在防空洞里 最大的好处就是冬暖夏凉 厚厚的山体 将我们这庇护所里的温度 保护得好好的 现在唯一让我感到冷的地方 就是庭院那一块了 毕竟顶上也只有一块泛黄的大玻璃 自从上次在户外奔跑 冷到了肺 我似乎就落下了病根 倒不是身体方面的 而是心理方面的 即我对冷这种事特别敏感 以至于我时常发懒 不想去庭院那边晃悠 打理菜地 以及喂兔子这种事 徐小蕊就直接全包懒了下来 不过徐小蕊至今仍然未告诉我 他瞒着我的那件事 以至于我好奇到抓耳挠塞的 他却只是骂我是个呆子 还说我是他见过的最直的直男 可怜我从小到大 也没跟女孩们打过什么交道 实在是难以猜到 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过最近有件事 倒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又分散开来 即徐小蕊发现有两只母兔 又怀上小兔子了 原本我的计划 是减少兔子繁殖 来节省蔬菜口粮的 后来为了保证一部分肉食 徐小蕊又把公兔和母兔关到 一起去了 那得藤窝出来了 不然公兔子可不像人一样 会照顾小兔子 搞不好还会 知道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养兔子 可是养出心得来了 虽然被小姑娘嫌弃啰嗦 但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总是感觉到很暖 很舒心 唯哥 我觉得这兔子可奇怪了 以前兔子的繁殖周期 就一个多月的样子 你看现在 把它们都关一起这么久了 才只有两只怀上了 徐小蕊拿着一根干草 逗弄着兔子 而且我听说 兔子是会脱毛的 我养了它们这么久 都不怎么掉毛 哦 你没发现热天的时候 植物也有耐高温的 冷天的时候 连虫鬼都会变白吗 我趴在兔射的维币上说到 生物都是会适应环境生长的 特别是小动物 遇到险恶的生存环境 减少生育 减少毛的损耗 正是它们减少新陈代谢 来努力适应恶劣环境的 一种本能表现 徐小蕊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然后快速的给怀孕的母兔 腾出了干净的窝来 趁着时间还早 我将外套脱掉 又去摇起了我的手摇式发电机 现在厚厚的大雪 已经将大玻璃顶给盖住了 预计可能都有一米厚了 所以只有少量的显蓝光线会透过来 根本不够太阳能板的采光需求 但对于早已习惯了 用手摇发电机来锻炼身体的我而言 这些倒不是什么问题 由于担心血过于厚时 会将大玻璃顶压它 我也尝试过出门去清理血 但令我傻眼的是 防空洞大门外 似乎已经被厚厚的血给堵住了 门根本就打不开 于是 只能等到第二年开年的时候 再去清理了 也算是运气好 防空洞庭院的大玻璃 在整个冬季愣是一点事都没有 漫长的冬季 也在我和徐小蕊平淡无奇的节俭生活中 飞快地度了过去 开年气温回暖 我便试着去开防空洞大门 开门后却发现 并非是厚厚的大雪降门堵住 而是之前领风带来的寒气 将整张门给封掉了 此时门外还有至少半米深的积雪 我拿着铁铲慢慢地清理着 试图挖出一条路来 却不想第一铲子下去 却碰到了一个硬物 我好奇地用铲子扒拉了一大块雪下来 洁白的雪下竟然露出半边白黄相间的牛头 我赶紧大喊了一声 小蕊 小蕊你快来看 徐小蕊听到我的喊声 也赶紧跑了出来 望着这只来历不明的牛 我们俩的脸上一阵迷之诧异的表情 不过随后更多的还是兴奋和喜悦 因为冰冻的缘故 这只黄牛虽然算不上新鲜 但也绝对是可以实用的 我和徐小蕊一起合理把牛从雪堆里拉了出来 却见他肚子上被开了一条骇人的口子 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唯哥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只牛是被虫鬼捕杀的 徐小蕊有些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除却白挨挨的积血 他便再也观察不到其他一场 自信点 肯定是的 我伸手摸了一把牛肚子上整齐的伤口 如果是人杀牛的话 那可不是这么傻的 虽然内脏丢失让我有些遗憾 但本身防空洞里的物资也没那么多 来处理牛内脏 也就省了事了 我不知道 这只牛是被虫鬼伤了肚子后受惊 一路跑来这边的 还是虫鬼为了自己口粮 专门放在那保持冰冻的 前者是因为我在狼图腾里 读到过动物受伤后 奔跑踩踏肚子里流出的内脏 最终惨死的情况 后者也算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只是我从没在广播里听闻过 虫鬼会存储食物 为了谨慎 我和徐小蕊将牛拉回了防空洞里处理 尽管从没宰过牛 我和徐小蕊两人合力 还是花了两天才将这只黄牛彻底肢解 这也多亏了我还有几把刀子 不然这个繁重的任务可真的是让我头疼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只牛很干净 身上血都很少 这样清理起来 不会把牛血搞得到处都是 在肢解完牛后的第三天 我突然听到防空洞大门那边 传来了两下非常短暂的敲门声 小蕊 别出声 我紧张得不行 赶紧招呼了徐小蕊 让他躲在走廊 观察庭院大玻璃顶的情况 自己则拿着一把刀子 悄悄摸到大门口查看情况 防空洞的大门一旦关闭 那就是严丝合缝的 外面看不到里面 里面自然也看不到外面 我慢慢走到门缝处 耐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起码听了有二十多分钟 门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突然一下就胆子大了起来 一只手举着刀子 一只手摸到冰冷的门把手 缓缓地将门露出一丝丝缝隙后 我急忙向外看去 外面还是那么厚的积血 却空无一人 正当我纳闷之余 从门把手拿传来一股距离 却见一只雪白的手爪伸进门缝里 直接把门给强行打开了 距离开门 让门把手直接带着我甩到了一旁 跪摔在了地上 我也顾不上膝盖疼 抬头一看 却见一只巨大的虫鬼 此刻正歪着头 从门外好奇地看着我 这只虫鬼的体型 起码是上次见到的虫鬼的两倍有余 它体型微舞 全身雪白 但与其他虫鬼不一样的是 这家伙的脑袋上的触角是金色的 大虫鬼缓缓低下头来 伸出他的金色触角 在我的额头轻轻触碰了一下 似乎是想与我交换信息 结果在那一瞬间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仿佛灵魂被猛烈地拉扯出体外 被大虫鬼的金色触角触碰的一瞬间 我好像会飞了一般 眼前的景象就像幻灯片播放一般 轮番滚波 不一会儿 我眼前的景象就变成了浩瀚无影的宇宙 璀璨的星空闪耀着我从未见过的美丽 一股鼓如烟雾又像云朵的星云 一副静谧又美好的感觉 一颗流星从远处的星云里缓缓飞出 我的视角便跟随着这颗流星 在广阔的宇宙中慢慢地移动着 这颗孤独的流星经过漫长的旅途 穿越了无数光年 最终到达了一颗蔚蓝的星球 穿过大气层 此颗的流星在我的视角里 变得急速飞驰又绚烂 大气层的摩擦 使得流星的体积也在急速变小 经过一段时间的燃烧 原本黑色实质的表面逐渐脱落 露出了洁白的内核 最终这颗流星变成了一颗蛋一样的东西 一头扎进了蔚蓝的海水中 就像是我小时候拿起鹅卵石丢入湖里一般 层层翻涌的海浪也不过是一小会 便回归了平静 而那颗流星 确切地说是那颗蛋 则是缓缓地沉入了海底 越沉越深 然后被无边的漆黑一口吞没 就像他从来都没有来过一般 又经历了无数的岁月 海上开始有大木船驶过 后来变成了钢铁巨轮 海底几经生态变更 无数的珊瑚从鲜活变成灰白的死寂 鱼群地穿梭到虾瀉海星缓慢爬过 那颗蛋就这么安静地躺在海底的裂缝中 原来洁白的模样早已不见 表面的藤虎死了一批又长一批 随后是海草 以及我说不出名字的植物 直到某天 蛋壳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条缝 一只洁白的手爪慢慢地探了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 等我魂魄归体的时候 那只大虫鬼也缓缓地退开 我迷茫地望着他 他的内心似有无穷无尽的悲伤一般让我感知 我好像突然一下就能与他们交流了一般 我感受到他并没有任何想要伤害我的意思 我奇怪着这种感觉的由来 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就是能感受到 也许这就是他们独特的交流方式 不同于语言 亦不同于人类文明 大虫鬼又一次伸出了他的手爪 这一次因为平静的缘故 我看清楚了他手上的构造 那只手爪分为两个部分 手的部分与人类很像 有着明显的手指关节 指头却长得有些粗 而手背上长了一副骇人的爪子 这只爪子有些像我以前看到外骨骼装置 但毫无疑问 这是他身上长着的 他的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然后指了指我的胸口 又缓缓地指了指他自己的胸口 突然他胸前有些像皮甲块一样的皮肤 竟然缓缓朝两边张口 露出了一条金色的缝 这条缝的中间 一颗内部翻涌着金色云雾般液体的珠子 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睁大了双眼 看着那颗模样熟悉的珠子 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顿时惊呆了 我回想起很多早已忘却的事情 在徐小蕊家遇到的那只休眠的虫鬼 还有被我误吞下去的他的金色珠子 事情逐渐连串到了一起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抢空头的时候会被虫鬼们救下 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这只大虫鬼会找过来 大虫鬼又低下了头 它的金色触角再次触碰了我的额头 毫无意外的我又一次体验了一把灵魂离体的感受 视角一转 漆黑的地底世界里 一只身长超过六米的灰黑色虫鬼 正静候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 威武的身形透露着它高贵又霸气的王者气质 毫无疑问 这只巨型虫鬼是一名首领 而岩石下是无数的灰黑色身影 它的身后有一只体型五米的大虫鬼 带着三只一米左右的小虫鬼 它们的胸口都是一模一样金色缝隙 缝隙中都是一模一样的金色珠子 毫无疑问 金色珠子就像是它们的心脏 或者说是核心 也代表着它们是一家子 我有些难以启齿 毕竟当初为了生存 亲手杀掉了一只虫鬼 那只虫鬼大概率就是这只大虫鬼的孩子 我艰难的抬头看了一眼这只大虫鬼 它却还是没有丝毫想要伤害到我的意思 你应该会恨我吧 我解开胸前的衣服 此刻我的胸前竟然也有一条金色的细线 但并非像虫鬼的那种凶凤一般汉人 大虫鬼传达过来的回应 大概意思是 我做了和它们一样的事情 都是为了生存 另外因为重新选择接纳了我 这就证明我以后就是它的族人 亦或者是它的孩子 我搞懂大虫鬼的意思后 又一次傻眼了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虫鬼的族人 成了虫鬼族长的孩子 然后它开始告诉了我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的传递也不过是十几秒 但信息的内容却无比的反多 传递完信息后 它缓缓后退 将身后埋在雪堆里的一只鹿扯了出来 轻轻放在了我面前 不等我说什么 它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我将这只大鹿拖回防空洞里 然后就坐在椅子上 回想着那些信息 徐小蕊从庭院走过来 看到我这个样子又看到那只鹿 赶紧走过来问 这是什么情况 我拉着它坐下 将我刚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 全部说给了徐小蕊听 而刚刚大虫鬼传递过来的信息 我归纳总结为四点 即 一是所谓的菜式虫鬼 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命名 虫鬼有名字 用一音翻译是戈尔塔玛 一个来自距离地球近440光年的新外物种 二是 它们是母系社会结构 最初降临地球的那颗蛋 诞生了它们一族的信仰 始祖母神 戈尔塔玛没有成系统的文明 但它们有自己的各个氏族 相当部落的概念 而现在的戈尔塔玛是母神与人类的后代 三是 时雨末日是人类科技武器 导致环境巨变的结果 而时雨的逐渐消灭 源于地球的自我修复 以及戈尔塔玛的 对时雨的自我牺牲式的吞难有害物 四是 我们其实一直被戈尔塔玛所关注着 它们的母神认为 我与戈尔塔玛核心的结合 可能代表着未来人类与戈尔塔玛的走向 等我一口气说完这些后 徐晓蕊的第一反应是 赶紧跑去用冰冷的水打湿了毛巾 并要给我附在额头上 唉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这些 于是我干脆脱掉了上衣 将胸前的那道金色的纹路 给徐晓蕊看 结果这小姑娘又害羞的不敢看我 在我好说歹说下 她还是勉为其难的看了一眼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又惊呆了 虽然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她惊呆了很多次 但我想这些事情 已经让当事人的我惊呆无数次 她的反应在我的意料范围内 结果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的认知 也低估了徐晓蕊的思维 她惊呆的点 完全就不是我胸前的金色纹路 而是我的胸肌和八块腹肌 直到我严肃的 让她正经看清楚 她才在我的胸口正中间 找到了那条淡淡的金色纹路 不过看她那迟疑的表情 我一把拿过她手里的毛巾 努力的擦了擦金色纹路 真没骗你 这不是画上去的 哎我没有那么无聊啊 我不禁有些恼火 你还记得之前抢空头的时候 那些虫鬼的反应吗 徐晓蕊呆滞的点了点头 终于她还是有些想要去相信了 不过这我也能理解 毕竟这些事情都显得太离谱 我和徐晓蕊也都自认为是极其普通的人 两久 她还是叹了口气 说道 我信了 不然为哥你都冻伤了肺 还能这么快好起来 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是觉得不可能的 自从我跟徐晓蕊说过 戈尔塔玛的事情后 她便时常坐在庭院里发呆 我知道她很迷茫 毕竟要跟我这个一类生活 而我又何尝不迷茫呢 我还清晰地记着我的老爸 那个为了家庭 勤勤恳恳了一辈子的男人 可我现在居然因差阳错的 成了宠鬼的孩子 而我的义父是他们士族的首领 按照人类的概念而言 我应该是那个威武的戈尔塔玛的 沙子仇人 可他却固执地认为 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而我一定是他们母神的旨意 然后我就被大风山一带的 所有戈尔塔玛特殊照顾了 现在我的冷冻势力 已经装满了各种肉食 牛羊马路就算了 连熊这种五百斤重的庞然大物 都被当作礼物送到我门口 最后我鼓起勇气跟他们说 今年都吃不完这些肉了 拜托他们以后别送了 结果他们隔天就跑去袭击了 要外出收割杂草了 毕竟兔子去年冬天又生了两窝 虽然后来我们也按照三公四母的标准 处理了多余的兔子 奈何养小兔子期间 甘草的消耗量实在是巨大 原本这些事情 都可以让戈尔塔玛帮我代劳的 但我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敬畏之心 同时我也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能被眼前暂时的景象所迷惑 毕竟老爸从小就教我 不要待在安逸圈里不出来 想要真的享受安逸 唯一的办法就是拘安思危 今年是末日后的第三年 别的地方不知道 但大风山一带的石雨 基本上已经悄然无存了 这可能得归功于戈尔塔玛的自我牺牲 只是无论石雨什么情况 我也已经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了 平淡 平凡 平常 对我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 哪怕是最近得知了空头补给的消息 我也不太愿意再去冒险了 不过最近的空头补给频率 已经大幅下降了 去年还能做到三个月有两次的补给 现在三个月最多只有一次了 徐小蕊倒是仍然对空头补给很好奇 但其实上次戈尔塔玛送来强盗的物资后 防空洞里的物资也已经挺够用的了 特别是其中还有两副对讲机 我试了一下还能用 于是我便将其中一副给了徐小蕊 结果这家伙大晚上的 非要和我隔着房间用对讲机聊天 这让我想起了末日前学校里流行的一个词 叫电话包周 聊天间 徐小蕊说还是想看看 现在的空头里到底都有些啥 还跟我细数了一下 目前防空洞里的物资情况 他说要是空头箱里能再来一些调味品就好了 冷冻室里的肉食没有牛羊肉好吃 只用一些姜蒜根本达不到去心去山的作用 我念及他的感受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我就手跑到大风山里 喊起戈尔塔玛 由于也确实没有特别的联络方式 我能想到的也就只有这种方式 可能是运气不错 远处奔来的戈尔塔玛正是我那篇义腹 他跑到我跟前 抬起他的手爪 又往里收了收他的爪子 才温柔的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我跟他说明了一下我的来意 他非常人性化的点了点头 然后传递了一个这事简单 交给我爸的信息 随后他又敞开心扉 用触角给我看他们士族从前的故事 几天后 大门被轻轻敲响 我带着徐晓蕊开心的开门收快递 还是那个蓝红色的包装 还是捆得结结实实的网绳 我耐心的拆开空头箱后 里面的物资便显露在我们面前 经过仔细的清单 这一次的物资主要是一些工具 还有几本野外生存指南的书籍 看样子空头的目的在于 教会幸存者更多生存知识 就只有五带一千克的大米 也不知这是要刺激幸存者 自己去找食物 还是人类基地的粮食也开始短缺 我寻思着改天可以让哥尔塔玛们 去看看情况 当然是在不冒险的情况下 我和徐晓蕊清点完物资后 便熟练的拆卸掉了空头箱 将木板与钉子好好的收了起来 不过拆到底部的时候 木板缝隙里突然掉出来一个 只有黄豆般大小的黑色小粒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石子 直到我突然感受到 这东西似乎发出了一丝波动 我很疑惑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但还是第一时间将这颗黑色小粒剪了起来 这不剪不知道 拿到手里一看 竟然是一小块人造的塑料 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不简单 于是我手指一发力 直接把这颗小粒捏得裂开 看着小粒里面露出的头发丝斑系的金属丝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东西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徐晓蕊也注意到了我的举动 过来从我手里拿起破碎的小粒 细细地观察着 虽然我们俩也闹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但本着错杀不放过的原则 徐晓蕊直接一脚将小粒踩了个粉碎 看着为数不多的调味品 我感觉还是需要自己想点办法才行 现代工业化制作的可实用调味品 确实方便不少 但这种依靠空头来获取想要的东西 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特别是空头里居然还发现了 这种可疑的黑色塑料小粒 这让我第一次对空头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我与徐晓蕊再次清点了从前的空头物资 以及这一次的物资 确定没有可疑物后 我们俩倒是松了口气 随后我将精力放在了这一次空头带来的书籍里 书籍的内容很全面 从动植物讲到矿物质 还有受伤后的应急措施等等 其中我仍然很关心植物片讲述的东西 这是我对自制调味品的有了挺大的信心 第二天我便出了门 我按照书籍里说的 努力在大风山里寻找着人可以食用的野菜 野菜的口感其实大多并不如生菜 莴笋等蔬菜顺滑 不过它们会带有强烈的草味 再加上庭院里种植的辣椒 生姜 大蒜等常见调味植物 应该可以做出一些独特风味的调味油 而油脂就得益于哥尔塔玛送来的各种动物了 动物所带的脂肪 可以通过加热的方式来提炼 只是我更喜欢 或者说是习惯牛羊的油脂味道 特别是牛油 只能说香到没朋友 经过一番努力 我还是用鹿 熊的脂肪 做出了一些类似火锅底料的调味品 徐小蕊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香味 大声宣布 晚上再吃一次火锅 意外总是会将平静的生活 搅成一团乱麻 而且他们总会来的粗不及防 距离哥尔塔玛送空头的一个月后的一天 我正好闲来无事的准备锻炼一下身体 忽然听到大门又有敲门声 以为是哥尔塔玛又送什么东西来了 结果等我毫无防备的打开大门时 一群装备优良的特种兵突然冲了进来 将我暗倒在地 闻声赶来的徐小蕊也被毫不留情的制服 望着这群从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的人 我不禁内心泛起绝望 没想到从前期盼已久的政府军方 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我相见 我大声的对领头的人说 不要伤害我们 你们的要求我们不会反抗 但我的话并没有使我得到任何好处 反被身边的士兵一枪托 直接打翻在地 徐小蕊激动的大叫了一声 随后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打晕过去 我们被秘密带往了人类的基地 那是一片山林盆地 基地里的人数很多 但还没有达到填满整个基地的程度 大片的农田 现代养殖厂 材料制作工厂 琳琅满目 甚至还有炼铁 实验室这样的场所存在 这里不像是什么基地 反倒是像一个超级生产工厂 我们被分开 带去了不同的接待所 在那里 我们上交了所有从外界带过来的东西 并被强制做了清洗和消毒 接待所的教官跟我说 原本是要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去工厂里干活的 但是没想到 他们的实验员对我产生兴趣 我不禁想起了刚刚清洗时 他们肯定有人看到了 我胸口的金色纹路 但一想到实验员对我的兴趣 肋骨恐惧的劲儿 又开始在我心里蔓延 我被人押送到了实验室 在那里我见到了徐小蕊 当然实验室里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 我们被这群大白卦称之为肉猴 我们被分开关进了金属笼子里 在那里 我看到了两个被基地捕获的戈尔塔玛 但我能感受到 他们应该跟大风山上戈尔塔玛 不是一个士族的 他们被五花大绑在实验床上 但在我进来后 他们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 随后这个细节被实验室里的老大 秦不衍注意到了 他下令将我从笼子里滴溜出来 然后像拴狗一样 拴在了那两个戈尔塔玛面前 而那两个戈尔塔玛在看到我之后 直接朝我展开了心扉 让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被捕的 装甲车 直升机的追赶 火炮 机枪的图路 直升机上 一个特种兵说 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先抓两个回去 秦博士一直说还要实验体 到时候针对基因做杀虫剂 画面戛然而止 两个戈尔塔玛因为展露心扉 被秦不衍的人迅速摘走了核心 秦不衍拿起核心 仔细地端向着 我注意到他手里的戈尔塔玛核心 不是金色的 而是红色的 看样子 氏族的分化应该是以核心颜色而定的 秦不衍注意到我的眼神 他淡定地拿着核心走了过来 用一根棍子挑起我的上衣 可以告诉我 你这里是怎么回事吗 秦不衍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 是电机 之前下雨天在野外溜达 被雷电给劈了 我也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是叫刘友为是吗 虽然你我素不相识 但还请你不要把我们当傻子 秦不衍将棍子抵在我身上 这才是电机 说着一股强大的能量 瞬间席卷了我全身 猛烈的疼痛感 直接将我先前所做的任何心理建设 迅速击溃 我瘫倒在地上 却又听到徐小蕊的怒斥声 秦不衍回头下令将徐小蕊抓出来 他随手扯开徐小蕊的上衣 却未发现任何类似我胸口上的痕迹 再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把这个女人丢到外面的奴隶棚里去 那里的奴隶们 每天都在做着整个基地最辛苦的劳作 这样细皮嫩肉的女人 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别别 只要你放过她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我赶紧回复道 非常的好 那么再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 告诉我能这里是怎么回事 秦不衍用电棍直接抵住了我的胸口 我下巴一台 是一台手上的核心 说道跟那个东西有关系 展开说说 秦不衍看了一眼手里的核心 我自己是误吞了这颗核心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吃下这个东西后 就可以与他们交流了 你们这些肉猴 真是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怎么能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呢 秦不衍大笑道 看得出得到这个情报他很兴奋 但他仍然会觉得 手里的核心很恶心 都说了是误吞了 我无奈地回复道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肉猴的废话就是多 秦不衍毫不犹豫地 将我又垫倒在地 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吗 竟然有虫鬼帮你拿空头 蔡永康那个笨蛋 就是不听我的 明明可以有方式奴役这些宠鬼 还假模假样的给你们投放物资 让我说那就是浪费 秦不衍的话 激起周围笼子里的人一片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反倒是增长了秦不衍的傲慢 他继续说道 空头给你们的物资 是政府的意思不假 不过我偷偷多丢几个诱饵 要不是大秦王朝 那帮蠢货太蠢了 早知道全部抓回来当奴隶就好了 我的办法还是不错的 能定位到你们这些肉猴的藏身之所 虽然一开始只是想抓些奴隶 回来当实验体储备 但你实在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秦不衍说完 马上捏住了徐晓蕊的嘴 将他手上的红色核心塞进了他的嘴里 迫使其吞下 让我们来看看吧 虽然这么做 我也是第一次 但我非常期待你能够活下来 秦不衍将我和徐晓蕊关进一个笼子里 然后带着试验人员离开 其他笼子里的人也默默的不说话 倒是有个拎不清的家伙 狠狠地看着我 是不是因为你 我们才被抓的 他有些情绪激动 你没听到吗 你被抓是因为贪空投降 里面有个黑色的塑料小粒被藏在夹缝中 那东西应该是个定位器 我看都不想看它 如果你有留心找 应该能找到 原来是那个呀 我找到过 确实有 旁边笼子里一个大妈惊呼道 我还以为只是某个破碎的垃圾碎片 就在这时 徐晓蕊突然感觉很渴 他全身开始发热 不一会儿 就像中鼠粒一样 倒在我怀里 我被吓坏了 赶紧大声地喊道 这里有水吗 笼子里左侧立柱上有个小水管 但是水不多 这地方不会给你吃饱喝足的 我们在这里 甚至不能称之为人 大妈无奈地指了指那个 像仓鼠笼子里喝水装置的东西 我赶紧将徐晓蕊挪了过去 将那个水瓶取了下来 用手抵住小水管前面的金属圆球 一滴滴水慢慢地滴到了徐晓蕊嘴里 我边喂水 一边疯狂祈祷着 直到我们这个笼子里的水都喝完了 徐晓蕊仍然在发烧 我伸手将刚刚徐晓蕊 原来那个笼子边上的水瓶 一把扯了过来 虽然手臂在铁笼窄小的金属杆之间 被卡得生腾 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又喝了一瓶水 徐晓蕊的体温终于没有再上升了 不过还没醒 但至少情况似乎稍微稳定了一些 又过了几个小时 刚刚搭话的大妈 居然把她的水拿过来给我 我倒了一点点 然后又把水还给了她 将刚刚接过来的水 缓缓倒入徐晓蕊嘴里 她也慢慢悠悠的苏醒了 晓蕊 你感觉怎么样 我赶紧询问道 喂哥 我有些头晕 全身酸痛 徐晓蕊回答道 这个症状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把徐晓蕊就回来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症状 实验室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我们每隔两天就要被强制体检一回 我和徐晓蕊还算好一些的 只是抽取一些血液 给他们做研究用 食物和水也比其他人多一些 其他人就更惨了 十几个笼子里的人 已经有五个被带出去没有回来了 剩下的每天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药剂实验 听大妈说 实验员拿他们当小白鼠 将虫轨的一些肉体体取物 注射到他们的身体里来观察情况 那五个被带出去的 要么是身体产生排斥反应 死在了实验室 要么是变异了或者封了直接被枪毙了 我听后内心的不安越发的强烈了 我的负面情绪一天比一天大 但我与徐小蕊都无可奈何 晚上的时候 徐小蕊躺在我怀里安稳入睡 我却睡不着 我很担心自己就要命丧于此 一想到基地城墙上那些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兵 和争鸣的防御火炮 我也对戈尔塔玛们的营救失去信心 我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怎么会值得那么多戈尔塔玛舍命去营救呢 随后 我带着焦躁入睡 却听到了一段信息 戈尔塔亚 我聆听到了你的祈求 我的士族将带领你重获光明 请你耐心等候戈尔塔玛大军的到来 也请你保护好新的戈尔塔亚 第二天 我便被秦布衍粗暴的叫醒 他打开笼子猛的踹了我一脚 愚蠢的肉吼 赶紧起来 随后几名研究人员 将我和徐小蕊带到了一个房间 那里又有两个漆黑色的戈尔塔玛被抓住了 我很清楚秦布衍的意思 他想让戈尔塔玛们对我敞开心扉 好方便他们摘取核心 但我一进门看到他们 我便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 即便如此 戈尔塔玛仍然像是没能弄懂我的意思一般 像我敞开了心扉 绿色的核心显露出来 我和徐小蕊眼前同时浮现了幻灯片场景 一个虚无而又神秘的空间里 一尊宛如神佛的超五十米高的巨型戈尔塔玛 端坐在一块巨大的金黄色圆形巨石之上 他与我之前见过的所有戈尔塔玛有些不一样 巨大的身形仿佛与地面的金黄色巨石像连接 洁白的光如同珠网般蔓延 他的背后生长着六只长臂 扬在空中缓缓微动 好似空中有看不见的阴险正被他拨动 而他的脑袋确实像人一般有着精致的五官 显得圣洁而美好 而他的脑袋后面像是头发一样的组织 此刻却如同管子一般插入头顶的岩层中 这样半虫半人又光辉的形象 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戈尔塔玛所说的 他们的伟大十足母神 全力营救两位戈尔塔亚 他们将是我们一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希望 画面又一次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秦布衍猙獰的拿着绿色的核心 之前我就在想 如果运用科学的方式提取核心中的内容 再注射进人体 也许可以直接造出像你一样的东西 秦布衍把玩住手里的核心 但是看到小姑娘居然安然无恙 现在我改主意了 实验员推进来一位身体强壮的士兵 他的身上被各种仪器捆绑着 秦布衍将核心轻轻塞入他的嘴里 然后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水 守候在身边 不一会儿 那名士兵便开始全身发烫 接着就晕了过去 实验员拿出水缓缓倒入士兵嘴里 5号的情况不算太好 体温正在持续上升 实验员报告着实验数据 继续喂水 步骤要跟我们小刘哥的一模一样才行 他双手抱胸 眼睛死死盯着数据屏幕 体温突破40度 血氧量开始下降 5号心率突破120次每分 秦总很危险了 加大喂水量 使用物理降温 秦步眼伸手抓住实验床的扶手 用力过大指节也翻白了 却见那名士兵开始往外吐水 直接吐了喂水的那人一身 不行啊秦总 体温突破42度了 再烧下去 不死也成智障了 5号心率开始急速下降 已经到50次每分了 可恶 秦步眼拳头猛捶了一下数据屏幕 随后恶狠狠地盯着我 突然 实验床上的人猛然起身 正脱了身上的束缚和连接线 就像熟透的瞎子一般 大幅度的挺着肚子 然后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缓缓地落了下去 什么情 秦步眼话还没说完 5号士兵的脑袋及胸腔部分 就像是一个炸弹 毫无预兆地喷的一声 直接爆炸开来 暗红的鲜血 喷得秦步眼全身都是 破碎的骨头 更像是弹片一般 将旁边几个实验员击倒在地 我将徐小蕊护在了身后 转眼却看到了那颗绿色的核心 正安安静静地 躺在5号士兵开放式破裂的胸前当中 幽静而诡异的绿色 宛如邪魅的眼睛一般 注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秦步眼直接被血喷猛了 不等他反应过来 基地的警报声突然大作 一名士兵一脚踹开大门 大喊道 虫鬼围城了 秦步眼淡定地取下眼镜 用纸巾擦着上面的纤细 缓缓地说道 不用怕 实验室在地下 上层5道合金防护门 哪怕是虫鬼的首领来了 又是喷的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实验室都被震动得摇摇晃晃的 众人好不容易才站稳后 士兵赶紧催促秦步眼快走 去实验室外搭乘直升机逃跑 秦步眼临走前 还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说 想不到你这废物还如此重要 我倒是小看你了 竟然能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围城 却见他头顶的通风管道突然爆裂 从里面爬出无数褐色的戈尔塔玛 他们的体型比大风扇的更小 但却更快更凶猛 几个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无数戈尔塔玛扑倒在地 看着那个出血量 应该是活不成了 其他的实验员也没能逃出去 没了士兵们的保护 他们瞬间就被戈尔塔玛撕碎了 十几只戈尔塔玛团团围住了情不严 一直以处事不经为人设的基地实验老总 终于也不得不埋怜恐惧地后退了 此刻他的内心应该是无比的后悔 早在基地出事的时候就该随士兵们逃走的 但是他的手上还沾染着戈尔塔玛的鲜血 望着越来越多的戈尔塔玛围过来 他终于整个人都崩溃了 大喊着蔡永康的名字 疯了似乎的掏出手枪想要射击 下一刻他的手便被戈尔塔玛轻松斩断 随后无数的戈尔塔玛扑向他 明明才是第一次见面 戈尔塔玛们却给了这个 在人类基地位高权重的家伙最残忍的死法 我牵着徐小蕊来到五号士兵的身边 从他的胸腔里拿出了那颗绿色的核心 然后又走到了秦布衍的残骸旁 一个戈尔塔玛朝我地上另一颗核心 就接着投入努力啃食秦布衍的队伍里去了 等我带着徐小蕊钻出地底实验室后 整个盆地基地已经彻底沦陷 虽然死去的戈尔塔玛也不在少数 但攻入基地里的戈尔塔玛更多 基地里的人类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 反正据我所知 戈尔塔玛们通常是没有留俘虏的习性的 我开着盆地基地里的改装越野车 带着徐小蕊回到了防空洞里 先前把我们绑走的特种兵们 也应该是知道大风山是有戈尔塔玛存在的 所以他们匆匆忙忙 并没有带走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稍作整理 似乎生活又回到了从前 但我知道徐小蕊的心态肯定改变了 为哥 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什么 我抬头看向徐小蕊 却见他正撇着嘴衣服快哭的样子 我们的兔子都不见了 哇徐小蕊顿时大哭起来 我连忙上前抱住他 这个小姑娘被特种兵殴打都没哭 被关到笼子里 遭受非人待遇也没哭 被迫成了哥尔塔亚也没哭 却因为兔子不见了而哭了 我知道他的情绪已经到了极限 此刻需要一个宣泄口 我由着他哭 哭累了反而睡着了 我将他抱上他自己的床 然后走出去坐在庭院里 看着周遭的一切发着呆 一个星期后 随着哥尔塔玛的全面进攻 这颗星球上原本就不多的基地 也几乎全部被攻陷 听着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 目前全球也就指他们一个基地 还没有被攻击 但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为了最后人类的尊严 而这个基地之所以没有被攻击 其真实原因在于 我跟我那个便宜衣服说 希望可以给人类留下一点火种 至于哥尔塔玛们最后怎么做 还是要看他们的十足母神的决定 我久违的拿出纸笔 以人类的身份 劝基地的领导者 快点将基地搬去热带的小岛上避难 哥尔塔玛的母神 通过精神连接与我交流 也很认同我的方案 他们派遣大军压境 却在南边留了一个大方向的撤退通道 仅存的基地也相当识趣 连夜打包将整个基地 搬迁去了指定的海上孤岛上 当然去那边的话 是不能带走任何热武器的 但也总会有一些顽固分子 以人类最后的尊严为由 试图发动临死前的反扑 最终他们被哥尔塔玛大军彻底吞没 哥尔塔玛们护送人类 到达了那座孤岛上 拜安顿好 十足母神以其强大的能力 为小岛建造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罩 将人类的火种彻底保护在了那座小岛之上 刚开始人类还相当的惊慌 但十足母神利用精神连接 将末日的真相 时与是如何殆尽的 以及哥尔塔玛的起源 全部告诉了他们 这一次 岛上的人类彻底的安心下来 他们就像是十足母神 饲养的生态小刚一般 在岛上过着与世无争 自由且平和的生活 没有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发展 人类称霸 他们的生活也逐渐与自然越发的和谐 安顿好最后的人类 我与徐小蕊亲自前往了地底世界 见了始祖母神一面 却不曾想 那个神秘而强大的始祖母神 居然就居住在防空洞的正下方 一个距离地面垂直距离几十公里的空旷洞穴之中 在那里 我们再次浏览了哥尔塔玛的起源 发展 时间线似乎又回到了我收听收音机 新闻提及蔡永康命名重轨的那天 哥尔塔玛自出现起 并未攻击过无辜的人 所攻击的对象从来都是军事基地 强盗组织 母神曾经想过要与人类共存 只是他失败了 人类的贪婪没有止境 直到我的出现让母神重新燃起希望 母神成为哥尔塔玛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抬头问道 一段信息飘然而至 诚恳 勇敢 平和 我看了看徐小蕊 徐小蕊又看了看我 我们俩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容易被满足 没有争斗之心 喜欢平淡的生活 母神 还有一件事情 我需要在您的见证下进行 我对巨大的母神说道 母神在同意的那一刻 周身圣洁的白光 也变成了浪漫的粉色 我向徐小蕊单膝跪地 从兜里掏出一枚精美的戒指 这是我老妈弥留之际塞我手里的 她说 这是当初我奶奶给她的 她也希望将来 我能有个陪伴一生的女孩 来戴上这枚戒指 我激动地向这个单纯而美丽的女孩表白 还没说完 徐小蕊便大喊着 我愿意 跑上来将我扑倒在地 这一幕逗得十足母神哥哥大笑 也不知何时开始 空旷的岩洞里 占满了体型超过六米的大哥尔塔玛 他们都在哥哥地笑着 为我们高兴着 告别了十足母神 我和徐小蕊坐在我那便宜衣服的背上 缓缓地朝洞外隧道走去 一个哥尔塔玛首领挤了过来 与便宜衣服并排走在了一起 便宜衣服停下脚步 那位首领也转过身子来 他向我们展露心扉 一颗红色的核心露了出来 小蕊 他不会是来任你做干女儿的吧 一段信息传来 是的 我代表我的氏族欢迎你 哥尔塔玛 趁着徐小蕊和他的便宜衣服交流之际 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便宜衣服的背 便宜老爹 你认识绿色核心氏族的哥尔塔玛吗 我的便宜衣服仰起头 咯咯地叫唤了一阵 一个全身漆黑的大哥尔塔玛立马跑了过来 我将兜里的两颗绿色核心交到了他的手上 他向我缓缓锯了一躬 然后慢慢退去 模样倒是有些悲伤的样子 我和徐小蕊 还有我们俩的便宜衣服 看着那个漆黑的大哥尔塔玛 将两颗核心递给了母神 后者收起核心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回到地面上 我和徐小蕊继续住在防空洞里 而哥尔塔玛们会每隔一段时间为我们送来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 徐小蕊的便宜衣服也举足搬来了大风山一带 他们虽然是不同的始祖 但相处得非常融洽 两年后 我们迎来了一个小小的新生命 他的出生是在始祖母神的帮助下完成的 看着他胸前惊中带红的纹路 我似乎感受到了 母神所说的族群未来是什么意思了 多年以后 天气逐渐稳定了下来 地球又迎来了四季 到处都是漂亮的绿色 各类动物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地球能恢复这么快 也多亏了哥尔塔玛们的努力和没有人类的破坏 母神也会每年从那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 让他他成为某个哥尔塔玛氏族的哥尔塔亚 感觉人们就此终于开始与哥尔塔玛和谐相处 而我和徐小蕊相比其他的氏族 我们更喜欢住在那个防空洞里 那里承载了我所有温馨的回忆 也承载着我对未来所有的期望 我们仍在努力的活着 也许未来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变故 也许谁也说不准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 但我相信我们能够一直这样 勇敢的好好的活下去